叶无恒看到慕九溪就是心悦眸子一亮 不过立刻有露出一丝羞涩 想到那晚上自己在一帮人面前说喜欢慕九溪 他不知道知不知道 汐儿 你来得正好 你们聊 地要去兵部一趟 慕天心看到慕九溪回来 立刻就转身跑了 慕九溪嘴角抽出一下道 慕九溪 我们一边用膳一边聊 叶无恒有点难为情道 这 这不太好吧 有什么不好 走了 慕九溪直接带着叶无恒来到将军府的膳食房 两人面对面而坐 下人立刻开始张罗饭菜 九溪 听说你抓到了王秋 叶无恒下午就听说了 是啊 和黑龙军合作一起抓的 好在没让他死了 慕九溪依旧很高兴 你可真厉害 这都给你算到 还能活捉 只怕王秋吃了 你的心都有了 叶无恒轻笑起来 那肯定的 王秋这个人应该不简单 从庄亲妹的嘴里 觉得他应该是北京一个重要人物 不知道周耀那边能不能问出什么来 不过这么高位的人 基本都不会招的 慕九溪怂耸间 叶无恒道 你不去审问吗 他对我恨之入骨 审不了 那不处死他吗 挂城门 叶无恒想到 之前哪些奸细被挂了城门 都觉得心有余悸 虽然他不会招供 但他用处极大 要留着他的 只有留着他 我们才能和北京有谈判的可能 慕九溪心想 王秋是重要人物的话 那两国友好交流 北京本来要出什么过分条件的 他们有王秋的话 是不是可以破解了 不过得看北京到底要什么 居然出兵一万来威胁高云 九溪 你的脑袋是高云的重宝啊 叶无恒看着他 目光也变得柔和起来 嘿嘿 那是自然 可是莫尊那个狗男人太小气 都不发我谎凉 慕九溪扁嘴 叶无恒笑了起来 随即道 三王妃被刺杀 没事吧 没事了 自讨苦吃 活该 我现在是后悔救他 简直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还让我们损失一万袋粮食 慕九溪说起萧灵月就来气 还以为她是顶级的白莲花 没想到就是一个 心高气傲的蠢女人 一心想做西岳的公主 也不想想当年怎么活下来的 叶无恒猝没道 萧灵月应该会一些武功的 怎么会被伤这么重 什么 目九溪大吃一惊 看着叶无恒惊讶到 你说萧灵月有武功 是的 不过到底多高就不知道 我之前见过她 躲避拥挤人群 身法很流畅 不像是不会武功的人 叶无恒的话 让目九溪愣住了 她为萧灵月疗伤 是能看出她伤得极重的 若不是输血 绝对会死 若是她本身有武功的话 岂会伤这么重 不过话说回来 西岳国要萧灵月死 绝对可以当场杀死的 怎么会不刺心脏 刺腰部呢 除非是萧灵月自己避开了 活着的萧灵月 只能换一万袋粮食 若是死了的七公主 只怕高云为了麻烦 会出更多粮食 而三皇子是凤老四的人 也绝对不想 萧灵月这位七公主活着 死了的七公主 对凤老四来说更有价值 毕竟让凤老六发疯 也可以让老皇帝 有借口对高云边境骚扰 木九熙觉得这件事有点猫腻 看来萧灵月没说实话 吴恒 这件事你暂时谁也别说 萧灵月果然不是老实人 木九熙要自己揭开她的真面目 不然墨宗会以为自己 对萧灵月有偏见 一直抹黑萧灵月 叶无恒点头 随即道 北境是不是要开战了 我看你爹很紧张 不会 北境虚张声势而已 木九熙笑道 你就安心吧 对了你那边 可有什么可疑的事情 叶无恒想了想到 也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抓奸细不需要大理寺 我们是能帮的帮一把而已 你说要找的实力高点人 基本都在军营内 剩下的 就是摄政王和周耀大人这些 年轻人很少 不过我还在排查 木九熙点头沉思了一下道 好 我知道了 那最近皇城有大案子吗 叶无恒还是笑道 案子天天有 告状的也天天有 但没有特别的吧 都是日常工作 那就好 你今日来找我爹 是有什么事吗 木九熙问道 叶无恒尴尬地笑笑道 是你爹找的我 不过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爹因为军情问题 也没说什么 我爹找你 木九熙有点奇怪 会有什么事 叶无恒脑子里转了一圈后 我也不知道 回头我再问问 这几天你在做什么 木九熙顿时开始兴趣勃勃地讲事情 叶无恒听的嘴角都收不回来 无恒 明天中午来望月楼用膳 木九熙想到给白凤婉的承诺 心想找墨尊 墨尊肯定矫情 所以多叫上一个美男 起码墨尊要不肯来 他也不食言 叶无恒有点意外道 望月楼 嗯 不会不赏脸吧 木九熙顿时可怜兮兮道 叶无恒看着他的小模样 顿时哑然失笑道 好 一定去 你就不问问还有谁吗 你在就好 叶无恒说这句话的时候 心头都乱跳了 对于他来说 现在看到木九熙就是开心的 嘿嘿 我会叫上珍珠 白琴和白凤婉一起的 还有墨尊 不过不知道那个家伙赏不赏脸 木九熙扁扁嘴 叶无恒一听道 你这是要干什么 怎么感觉怪怪的 要他见白家两姐妹 还有他二妹 不会是想要做媒人吧 没什么 就是吃饭 你别想太多 我这不是可怜他们吗 和美男吃饭 心情会好很多的 叶无恒一愣 随即哭笑不得了 你就当帮我忙嘛 木九熙顿时撒娇地恳求道 叶无恒心头顿时软成一片道 好 你别把我卖了就好 要不 你多叫几个 要美男 还有谁 木九熙脑子里一转 有了 霍云天啊 哈哈 那个妖孽 他们都没见过 叶无恒瞬间愣住 随即道 霍云天 星月格格主 他会来吗 嘿嘿 可以试试吗 反正他回来了 人总要吃饭的嘛 我准备点好玩的东西 霍云天好奇心重 一定回来 好玩的东西 叶无恒怎么觉得 越玩越大了呢 第161章 马屁拍得好 木九熙自然不会透露 什么好玩的 叶无恒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回去了 又有点期待明日的午膳 可想到末尊和霍云天 他觉得自己瞎操心 那两个家伙才是主角 就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来 木九熙决定好之后 叫来清风 写了两张请柬出去 一张送给末尊 一张自然送去新月格 然后 他就回院子里捣过东西了 小姐 你在做什么啊 露儿看到自己小姐在院子里 一会弄木头 一会弄铁线的 看得有点头皮发麻 感觉小姐是不是又要弄尸体啥去了 露儿自从听说两国比赛场上 小姐赢了秀宫这一项 是因为缝尸体之后 就有点心惊胆战 想着小姐每次不带他出去的时候 难道都是去一桩帮忙了吗 画面感太强 导致露儿看到木九熙弄古怪的东西 他就心里有阴影 自然是好玩的东西 明日带你出去 你就会看到了 木九熙对露儿说道 小姐 是望月楼五山吗 你真的请了叶大人 摄政王和新月阁主 露儿消息灵通道 对啊 就是不知道 他们三大美男赏不赏脸了 木九熙怂怂肩 这应该是皇城最俊美的三大美男子吧 露儿双眼冒光 奴婢还没见过新月阁主吗 明日就有希望见到 保证让你春心荡漾 木九熙邪恶地笑起来 哎呀 小姐 你胡说什么啊 露儿顿时小脸飞红 跺脚跑了 一夜无话 一日正午 木九熙带着木珍珠 露儿坐着木家马车 来到了望月楼 望月楼不算大 但绝对算是皇城高档的酒楼 还在京风河边上 很受达官贵人的喜欢 木九熙早叫人定下了三楼最大的包房 他要的东西 也早就准备得好了 大姐 真的只是吃午膳 木珍珠被叫出来的时候 都有点不太相信 真的 让你出来散散心 吃点好吃的 伤势好起来才快 爹娘也不用太担心你了 木九熙笑道 现在她和木珍珠的感情也好了很多 木珍珠原本以为自己娘亲死了 以娘亲对木九熙母亲下毒 又对爹那么狠的情况下 木九熙肯定不待见她的 没想到木九熙却对她比之前更好了 真的有了做姐姐的关怀 这还是两姐妹第一次如此和平 心情愉快地出来 木珍珠更是发现 其实木九熙这个大姐挺好相处的 很风趣还会逗她开心 之前她怎么一直都不觉得呢 望月楼的掌柜知道木大小姐要来 早就在门口迎接 笑容可惧地请两姐妹进去 一路上还铺了红毯子 让木九熙都想笑出来 木九熙两人是早到的 木珍珠站在三楼栏杆处看着金风河 果然立刻就有了笑容 大姐 这里风景真不错 你可真会选地方 木珍珠笑道 这河上好多来往的屋棚船啊 那边还有一艘花船 你喜欢就好 木九熙笑着 然后走到前面 就看到叶寒来了 大小剑 白家大小姐和二小姐已经在路上了 好 有人跟着保护吧 有 黑龙军暗中保护着 叶寒说道 木九熙点头 毕竟她现在是风云人物 不知道暗中有多少眼睛看着她的 而她的朋友 必定也是存在危险性 所以 她需要顾及大家的安全 很快 清风也来了笑道 大小剑 摄政王出府了 是往这边来的吧 木九熙挑眉道 是的 她带了安夜一人出来 清风说道 木九熙笑着点点头道 还好这家伙来了 要不然 我要对白凤婉食言了 摄政王对大小姐的事情 还是很伤心的 清风说了一句 你又知道 木九熙看着清风挑眉 清风黑黑笑道 这不是大小姐你精彩绝艳 摄政王都要崇拜你了吗 这马屁说得好 回头给你奖励 木九熙清脆地笑起来 清风顿时一头黑线 叶寒则笑弯了腰 他们以前都跟着老爷木天星的 不知道大小姐原来如此特别 现在跟了大小姐之后 两人都觉得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多了 而且 看着黑龙军那些羡慕的眼神 他们都觉得非常自豪的 大小姐 霍云天那边没派人去看吗 叶寒问道 不用 他会来的 木九熙很有自信 毕竟他在勤俭上画了功夫的 白琴和白凤婉的马车到了 因为是丞相府的两位小姐 老百姓们还是争相出来看的 这种大家闺秀 可都是难得一见的 木大小姐到了吗 白琴下车后问掌柜道 木大小姐和木二小姐都到了 正在三楼等着你们呢 掌柜点头哈腰道 木珍珠也来了呀 白凤婉顿时有点别扭了 毕竟这两人之前打架了 还闹到了大理寺 白琴拍拍他的手道 珍珠也是可怜人 也是九熙的妹妹 你不要想太多 九熙跟我们交好 我们也要会做 白凤婉扁扁嘴 随即点点头道 大姐 你说木九熙是真的对我们好吗 当然是真的 要不然他愿意在我们身上 花这么多心思 还安慰爹爹 你想想 以他的性格 要是不想对我们好 谁都逼不了他的 白琴说道 白凤婉瞬间点点头道 也对 他那无法无天的性子 谁也强迫不了他做事的 所以我们也要珍惜这份友谊 何况和他一起 对我们也是 有利无利害的不是吗 白琴温柔地说道 白凤婉也不是笨蛋 汉手道 姐 我知道了 两人一起上楼 白凤婉东张西望道 不知道摄政王什么时候道 白琴哑然是笑道 你呀 就记得摄政王吗 姐 这不是和他吃饭吗 我问问而已 白凤婉顿时红了脸 刚上三楼 就听到下面的声音 哎呀 叶大人来了呀 请进请进 掌柜那高兴的声音 想不听到都难 顾掌柜 好久不见了 叶无恒和掌柜 居然还是认识的 第162章 三美男齐聚 白凤婉一惊道 怎么叶无恒也来了 难道慕九夕也请了他吗 很快就知道了 白琴笑道 他们都是见过叶无恒的 也知道叶无恒和慕九夕关系很不错 这个大美男 也是皇城女人们垂涎的对象 大姐 别说叶无恒喜欢慕九夕是真的吗 还当着很多人说的 白凤婉也知道了那晚夜宴的事情 九夕那么出色 我是男人我也会喜欢的 不足为奇 白琴很淡然地笑道 白凤婉扁嘴道 慕九夕怎么能变得这么厉害呢 好男人都喜欢他了 我们可怎么办 就算都喜欢他 他也只能嫁一个 其他男人总得娶妻的 你急傻 白琴顿时取笑白凤婉 姐 白凤婉跺脚 就看到慕九夕 站在三楼栏杆处 笑着看他们 九夕 白琴笑着叫唤道 嗨嗨 慕九夕 你也请了叶大人吗 白凤婉尴尬地问道 慕九夕笑道 对啊 我一共请了三位大美男 不是给你保眼符吗 三位 除摄政王外 还有谁啊 白凤婉顿时很感兴趣 等来了你就知道了 绝对大美男 不比莫尊差的 你得相信我的眼光 慕九夕轻挑得挑挑眉 白凤婉瞬间笑起来道 每男子都被你霍霍完了 大家都笑起来 慕珍珠走出来 白凤婉这一次 居然主动走过去道 珍珠妹妹 听说你受伤了 好点了吗 慕珍珠一愣 随即笑笑道 好多了 多谢婕儿姐姐关心 你我都是可怜人 以后要好好相处 以前很多事情都是我不对 我向你道歉 白凤婉给慕珍珠行个大礼 吓得慕珍珠面红耳赤道 婕儿姐姐客气了 珍珠也是错太多了 还要请你原谅 好了好了 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们要往后看 你我爹爹同朝为官 我们做子女的 也要好好结交 同舟共计啊 慕珍珠的话 让白情深以为然地点头 慕珍珠和白凤婉也点头 慕珍珠让他们进去坐着喝茶 自己则走到楼梯口 迎接叶无恒 无恒 还是你最好 最早来 慕珠珠立刻嘴巴很甜地说道 叶无恒明知道 慕珠珠这句话 是他独有的客套 但还是心里止不住甜蜜蜜的 重要人物才是压轴的 我就是来蹭饭的 叶无恒也很幽默地说道 慕珠珠立刻哈哈大笑道 慕珠珠 你这心态 早晚无敌啊 我这不是向你多学习 这日子才多点开心 叶无恒自从认识慕珠珠珠 真的是清俊的冷脸 也变得笑容多了 也真诚多了 最重要的心情确实开心 每次跟她一起 她就会止不住地开心 快快进去坐 几个美女都到了 慕珠珠珠带她进去 叶无恒看到三美女都认识 自然也很快融入进去 大家一边喝茶 一边寒暄着 慕珠珠深刻体会到 美男就是女人的生活调剂 突然 叶寒兴奋地跑进来道 大小剑 霍云天果然来了 慕珠珠珠眼睛一亮 立刻站起来就走了出去 霍云天 是谁啊 叶大人知道吗 白凤丸几个 都没听说过霍云天这个名字 叶无恒笑道 霍云天是新月阁阁主 以九夕的话说 就是大美男 还是才艺卓越 武艺高强的天才 新月阁 那不是杀手组织吗 白晴有点害怕道 不错 之前陷害九夕的齐放 就是新月阁杀手 不过新月阁就是开门做生意的 你们也不需要害怕 有钱就能请杀手杀人吗 白凤婉内心瑟瑟发抖 原则上是这样 但也看杀的对象 我觉得霍云天现在不会接杀九夕的单子 他们也算是朋友了 叶无恒微笑道 楼下响起爽朗的笑声 很快木九夕带着一个身穿红色宽松长袍的男子走了进来 四个人都站了起来 只是三个女人都露出一副被惊艳到的表情 是一种少见的阴柔妖孽美 一张脸有些雌雄难辨 不过身材那是一等一的男人 淡薄的长袍一贴身后 那胸肌腹肌的形状都能勾了出来 木九夕若是流氓一点 他就会说霍云天就是个勾人的妖精男 不过好在霍云天外表阴柔 但性格却挺男人 当然只是木九夕看到的这一面 和霍云天的交集不多 了解的并不深入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 他是个可骄之人 就这次他从北京带回来的重大消息 若是真的 那对高云来说就太重要了 不过墨尊还是会先证实 毕竟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需要百分百确定才行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星月阁主霍云天霍大哥 这位是白斧大小姐白晴 这是二小姐白凤婉 这位是我二枚木珍珠 叶大人你应该认识吧 木九夕介绍完后笑看三女道 眼珠子别掉下来 人家霍大哥也会难为情的 三女顿时面红耳赤 都娇称地看着木九夕 不过显然木九夕说的没错 这位大美男太特别 太惊艳了 视觉的冲击感 比高云第一美男的摄政王莫尊 还来得强烈一些 毕竟莫尊是五官无可挑剔 而霍云天的那种妖孽气质 是独一无二 三位美人霍某有礼了 霍云天也是微微一愣后 抱拳打招呼 也对叶无恒点头一下 不过他还以为 就他和木九夕两人 但一看今日的场面 想到情检上的话 心里有点小期待了 三女连忙回礼 面红耳赤地打招呼 白凤婉更是一张脸红的过分 时不时偷看霍云天 毕竟他真没见过这种大美男 时间差不多了 叶寒 叫人上前菜吧 我下去接一下摄政王 木九夕笑道 你们先熟悉熟悉 都是自己人 不要太拘束 摄政王也会来 霍云天有点惊讶 看向叶无恒 叶无恒点头笑道 阁主可知道 九夕心里打的什么算盘 霍云天苦笑着摇摇头道 原来你也不知道 有这么多人 白琴立刻微笑 落落大方道 你们别想太多 本座和摄政王可不算好友 霍云天虽然这么说 笑得却很开心 第163章 真不是朋友 白琴微笑道 霍阁主和摄政王 是有过节吗 霍云天滋事万分惬意的一座厚道 那男人像只高傲的孔雀 每次的都黑着脸 自然爱本座眼 说着 他自己都笑出来了 高傲的孔雀 白凤婉瞪大眼睛 确实扑斥一声笑出来 我觉得像千年寒冰 永远划不开的那种 我同意完姐姐的 摄政王是真的冷酷 没法子亲近的人 木珍珠也脸红地说道 摄政王那是位高权重 哪里能和你们嬉皮笑脸呢 白琴顿时笑着摇头 不过霍阁主说 他是高傲的孔雀 倒是觉得不像摄政王呢 叶无恒但笑不语 帮大家侦查 等一下你们就知道了 霍云天也笑起来 一双狭长的凤眼瞥向门口 当真是一举一动 都是风情万种 望月楼大门口 莫尊果然已经到了 和安夜站在门口 看红色的地毯 觉得有点怪异 摄政王驾道 小得有失远迎 请摄政王赎罪 掌柜看到门口的大人物 吓得立刻冲出去 就跪在地上 起来吧 本王是来用善的 不用拘束 莫尊说完就看到木九熙笑着出来了 莫尊 你来了 嘿嘿 快进来 大家都到了 就等你一人了 木九熙高兴地招呼道 莫尊醋眉看着木九熙 笑得有点过分地翘脸道 大家 大家是谁 他怎么觉得自己 有点被算计的感觉 都是我好友了 上去就知道了 顾掌柜 叶寒清风和鲁儿几个都在我们隔壁 菜肴一样的 好好吃 木九熙对安夜笑道 多谢木大小姐 安夜立刻咧嘴笑 莫尊双眉紧紧促起 面色深沉 木九熙已经在前面走了 他们也只能跟上去 一直到三楼 莫尊站在包房门口 看到里面的一桌子人的时候 都有点愣猛 除了霍云天 其他人全部站起来 就对莫尊行礼 你怎么也来了 莫尊让大家免礼之后 冷谋就看向特别吸睛 挟似张扬的霍云天 摄政王 是九熙约本座来的 本座也没想到 他还约了你 霍云天眉眼一条 淡然地回道 莫尊 快来坐 今日我请客吃饭 你们都是我朋友 你给我点面子了 木九熙连忙叫唤道 莫尊黑眸深深地看了木九熙一眼 走过去 在木九熙为他留的位置坐下来 北京冷了吗 莫尊喝口茶之后 问霍云天 霍云天淡淡道 比往年这个时候偏冷 北京的北部已经开始冰封 粮食都被冻死 说着他抬眸看看莫尊 莫尊瞬间气息都冷了 你给九熙的消息可靠吗 在莫尊眼里 此刻桌子上 就他和霍云天两个人似的 本座的情报 何时不可靠 就怕你摄政王不相信 霍云天冷笑一声 霍大哥 我相信 绝对相信 木九熙立刻笑着说道 若是真的 本王欠你一个人情 莫尊贴了木九熙一眼后说道 木九熙觉得 莫尊这一眼好犀利 有警告意味 不需要 这个消息是本座送给木大小杰的礼物 和你摄政王没关系 霍云天完全不领情 桌上的白情 白凤婉和木珍珠 从莫尊进来之后 就没敢言语了 不过三个美男 真的是赏心悦目 但这气氛的瞬间转变 还是让他们心惊肉跳的 霍云天和摄政王 果然不是朋友 嘿嘿 谢谢霍大哥 给我这么大的礼物啊 木九熙连忙道 来来来 难得出来相聚 我们喝一杯 木九熙连忙举起酒杯来 好在所有人都给面子 莫尊举杯子最慢点 但好歹也举了 你今日搞什么话呀 莫尊放下酒杯后 黑眸凌厉地看着他问道 莫尊 你别这么严肃 我就是叫你们吃饭的 不信 你问吴恒他吗 叶吴恒立刻笑道 昨日九熙说叫 在下用膳 在下也是很奇怪 不过今日看来 确实是朋友间聚餐 其实九熙是为了我们 白晴说道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情 大家心情都很沉重 九熙说 带我们出来吃吃喝喝散散心 让你们三个男人 来也是想着让节日丰富点 嘿嘿 还是白晴懂我 莫尊 霍大哥 我真没其他阴谋 就是大家一起开心点 我可是准备了节目的 莫尊 你一天天脑子紧绷眼泪 也该放松放松 莫九熙对着莫尊露出善笑 你觉得本王很清闲 莫尊没好气到 摄政王 就算你再忙 也是要用善的 听闻九熙为高云 赢得了西月三场比赛 就这份荣耀 你也得犒劳大功臣 霍云天咧着嘴笑 只是这笑容 实在是皮笑若不笑的那种 你怎么知道 本王就没犒劳他了 莫尊挑眉 霍阁主倒是对九熙的事情 了解得一清二楚 哈哈 本座做什么的 摄政王很清楚不是吗 霍云天的意思 星月阁是情报楼 霍云天 莫九熙是莫大将军府嫡女 你的手下 是不是手绳太长了 莫尊犀利的口吻 对着霍云天 好了好了 看来我错了 就不该把你们两个安排在一起 莫九熙瞬间头疼 这两男人是上辈子冤家 一碰头就没完了 霍云天看他苦恼的样子随即道 九熙 本座给你面子 不和他计较 说完就端起酒水一饮而尽 你的节目呢 本王也懒得跟你计较 莫尊也猛地喝了一杯酒 既然来了 节目也得看看 三个女人哭笑不得 虽然美男养眼 可这两人的气场太大 让他们心惊胆战 可就不好了 这时候 各种菜肴都端上来 慕九熙和叶无恒 立刻招呼大家吃菜 然后慕九熙去隔壁房间 让叶寒搬进来一个木箱子 我昨晚做了一点小玩意 让你们玩玩 说着 他打开木箱 露出里面乱七八糟的东西 九熙 这些都是啥玩意啊 白琴有点哭笑不得 怎么还有铁线这种东西 第164章 抑制小游戏 慕九熙立刻开心地笑道 自然是好东西啊 哎 一人玩一个 说着 他把三个木盒 分别给了三个男人 其他铁线做的小东西 给几个女人 这是机关盒 霍云天最感兴趣 眼睛发亮 他拿上手 一看就知道了 不错 这是三种不同设计的鲁斑盒 比较巧妙 你们要做的就是打开来 不能用蛮力哦 慕九熙点点头道 然后 对三个女人黑黑笑道 你们手上的 其实也是机关 两条铁线缠绕在一起 你们要做的就是解开 分开后 两条铁线还是一样形状的 不是强行弄出来哦 有趣有趣 九熙这是考验大家的脑力啊 霍云天开始倒鼓起来 哎呀呀 脑力啊 我不行 我太笨了 白凤丸一拿到弄来弄去 几下不能解开 立刻就要投降 玩 你耐心点 这可是小孩子的抑制游戏 以后可以给你们孩子玩 这样小孩子从小就聪明 慕九熙娇笑起来 三个女人听的是面红耳赤 慕珍珠急道 姐 我看你是想看我们笑话的 这好难啊 小孩子怎么可能会呢 我可是亲眼看到三岁孩子有解开的 你就是小时候不动脑筋 不过现在还来得及 慕九熙狡黠地看向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都低着头倒过盒子 三张俊脸各有特色 真的是好看 鲁班和可难多了 你们加油 以后有机密文件 放这种盒子里 保证很少有人能解开 当然这个盒子太小了 我做得也很粗糙 一刀砍开就行 但若是材质牢固的材料做呢 慕九熙的话 让三个男人都深以为然 我解开了 白晴突然高兴地叫起来 只见他手中的铁丝结被打开 形状也没变 姐 你好厉害 白凤丸急道 我的怎么解不开 我跟你换一个 白晴又弄回去 和白凤丸换了一下 只是等白晴再次解开 白凤丸都没有解开 顿时气得他都憋不住道 不行不行 我弄不来这些 我也不行 慕珍珠也投降 然后白晴就教他们解 一教之后 他们也会解了 顿时觉得兴起无比 哎呀 原来这样啊 挺简单啊 怎么刚才就想不到呢 白凤丸直接跺脚 箱子还有几个 你可以再试试 慕九熙好笑道 白凤丸立刻又去找了一个 看上去挺简单 这一次 他倒是真的解开了 开心得他手舞足蹈 这里白晴也教了一下 很快也开始能解开 两女都沉浸在解其他铁丝之中 慕九熙看看白晴 果然白大小姐是最聪明的 只是因为母亲 一直被忽视 一直隐忍着 白晴 我要把这个引入墨上文楼 你说行吗 慕九熙挑挑没问道 白晴立刻眼睛一亮道 当然行 这太有趣了 我们还可以弄奖品 就像猜灯米一样 一定更多人光顾墨上文楼 嘿嘿 我也是这么想的 我会多弄一些好玩的 让更多年轻人 喜欢墨上文楼 然后奶茶家膳食 能让他们一整天都不愿意离开 那就只有花钱消费了 慕九熙笑得像只小狐狸 原来你今日来 是让我们做你的事呀 墨尊心想 墨九熙这女人 哪里会做无用功的事情 咔嚓一声 墨尊手中的盒子开了 而同时 霍云天手中的盒子 也咔嚓一声开了 叶无恒的慢了一些 但也给他解开了 这盒子真精妙啊 叶无恒双眸发亮 我们换一下 他兴趣正浓 霍云天笑着点头道 九熙这脑袋是怎么长的 如此机关都能给他造出来 随即他和叶无恒叫唤 但他没有立刻自己动手 而是传给了墨尊 墨尊看他一眼 自己手中的和他交换 如此三人的盒子 就都不一样 三个男人立刻又低头倒鼓起来 墨九熙自己坐着吃东西笑道 我脑子里好多好玩的 回头都弄出来 然后放在墨尚文楼 你们三位大美男 若是常去墨尚文楼做做 我的生意可就蒸蒸日上了 墨尚文楼是摄政王赠予你的 霍云天淡淡地问道 哼 你倒是连墨尚文楼是谁的 都调查得清楚 墨尊忍不住就要对霍云天 什么赠予 那是我争取来的 我跟他算得很清楚的 我们这叫互惠互利 他得到他想要的 我得到我想要的 墨九熙立刻扁嘴 怎么听上去 自己是占便宜了吗 也对 九熙你有这能力 霍云天顿时开心地笑起来 他也不知道自己开心什么 反正能让墨尊不舒服的 他就会高兴 我解开了 哈哈 白凤婉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 大家抬头就见他解开新的铁线 那兴奋地撬脸通红的样子 也没点大家闺秀的样子了 看来你也不笨 墨九熙也哈哈笑起来 肯定我最笨了 墨珍珠那叫一个郁闷了 珍珠 你不用着急 回头我教你方法 保证你下回第一个解开 墨九熙笑道 真的 谢谢大姐 墨珍珠也高兴了 来 多吃点 受伤之后 你都受了不守 多补补 不然爹和娘都心疼的 墨九熙给墨珍珠夹菜 墨尊抬眸看了墨九熙一眼 见他温柔的样子 真有长姐的味道 嘴角不自觉地 也微微勾了一下 他就是有这个本事 把不喜欢他的人 都能变得喜欢他 婉儿 你多吃点青菜 白琴给白凤婉也夹菜 姐 人家九熙给珍珠夹肉 你给我吃青菜 白凤婉瞬间委屈了 我以后要认九熙为姐姐了 哈哈 你姐为你好呢 你看看 你最近胖多少了 再不瘦下来 要嫁不出去了 霍云天笑道 其实女子胖点 珠圆玉润 也是别有风情的 白凤婉本来都羞愧了 被霍云天一说 顿时高兴道 真的吗 那我是不是不需要减肥了 霍阁主喜欢女子 丰满一点的吗 墨尊突然淡淡地问道 本座喜欢的女子 可不是以外表来评判 容颜一老 能坚持多久 还是需要有趣的灵魂 旗鼓相当的实力 和两情相悦的感情 第165章 全能小姐姐 木九熙顿时眼睛发亮道 哇塞 一定要喝一杯 霍云天立刻也笑起来 看看墨尊后笑道 九熙 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人 你也说以前了 以前是小姑娘想法 男人只要好看就行了 现在想想真的幼稚 好看能当饭吃吗 好看能看一辈子吗 木九熙喝了酒摇头道 不能 所以啊 我现在变了 墨尊一听就不舒服 他意思是说他吗 之前他是看他好看 才想嫁给他 现在就不是了 咔嚓 叶无恒手中的盒子突然响了 他打开了 真的太精密了 叶无恒兴性质勃道 然后就看霍云天手中的 还有一个没玩过 他还想玩 无恒 你先吃点吧 他们还没解开呢 木九熙笑道 什么叫心无旁无懂了吧 木九熙笑看霍云天和莫尊 两人都一心两用 自然不如叶无恒 本来三个男人 就都是聪明人 叶无恒哈哈大笑 也开始吃起来 然后看着木珍珠手中的铁丝道 这个好像也很好玩 给你玩 我太笨了 木珍珠立刻给叶无恒 一张翘脸战红 二小姐不用妄自菲薄 你和九熙都是木大将军的女儿 不会拆到哪里去的 叶无恒一句话 化解木珍珠的尴尬 只是木珍珠心想 自己和木九熙还是差太远 难道是母亲的缘故 可自己母亲是奸险 隐藏二十年 也应该很聪明啊 大娘还中了自己娘亲的毒呢 自己怎么就比不过木九熙呢 肯定是自己还小的缘故 过两年 自己也许就厉害了 对 一定是这样 木九熙要知道他这么想 肯定认同他说的 他比原主聪明 可惜他不是原主 是现代灵魂 所以木珍珠注定比不过了 咔嚓 咔嚓 两个男人 几乎又一次差不多解开了盒子 木九熙笑道 看来我做得不够难 你们都能解开 下次我做一个超级男的 万分期待 霍云天立刻兴致勃勃地说道 九熙 你什么时候去公布 墨尊想到他之前说的火炮事情 这几天吧 你又要努力我 可有奖励 木九熙立刻问道 墨尊嘴角抽搐一下 霍云天却先说 九熙 帮我星月阁做一件东西如何 本作送你一座酒楼 木九熙瞬间惊喜道 真的吗 哪家酒楼 我知道吗 墨尊咳嗽一声 面色阴冷道 你都不知道 他叫你做什么东西 你能不能做出来 就想着要奖励 木九熙瞬间不乐意道 我什么做不出来 肯定是机关类的 难不倒我 我自然要问问 是哪家酒楼了 九熙 你开这么多店 忙得过来吗 白情连忙道 他看了墨尊一眼 似乎知道 墨尊在担心什么 霍云天毕竟不是高云人 木九熙这么亲近他 真的好吗 回头去懒剧院 数几个能干的小关出来 不就搞定了吗 木九熙嘿嘿笑道 木九熙 墨尊顿时怒声道 这女人还要去懒剧院 行行行 又来了 这次不找小关 去花楼找能干的姑娘 毕竟酒楼难克多 要是小二全是貌美的小姐姐 那生意得多好 木九熙一双眼睛里 都是貌美圆美圆的 墨尊差点被气死 霍云天却挑眉道 九熙 你这主意不错 看来你是真有做生意的头脑 我的酒楼叫红运楼 不知你去过没 红运楼啊 那不是在金满楼赌装对面吗 我去过好多次了 不过金满楼去得多点 木九熙善笑道 大姐 你之前赌输不少钱 我娘亲都差点气死了 木珍珠立刻说道 木九熙挠挠头道 十读九书是真的 不过要不是我输太多 也不会现在赌啥赢啥了 这叫人生历练懂吗 噗 叶无恒一口酒多喷出来 好在他立刻往旁边 要不然一桌子菜都要遭殃了 其他人都目瞪口呆 这特么借口太强大了 简直不知道怎么辩驳 说太多之后就稳赢了 九熙 你在赌庄是赌钱 是赌牌酒 头子大小 和你对西越国 其大小姐赌的都不一样吧 叶无恒都哭笑不得了 一样一样 都是赌吗 别太纠结 反正以后 我肯定是逢赌必赢的 霍大哥 你真的送我红运楼 木九熙双目 简直像两个大灯笼 我再继续聊这生意 只要是赚钱的生意 我都很感兴趣 突然木九熙想到什么事的道 对了 金满楼赌庄是谁的 你还想要赌庄不成 白情都笑了出来 墨尊被气得不轻 但还是答了一句道 是四王爷的 木九熙面色微微一变 但三个男人都注意到了 木九熙突然僵硬的表情 大家心里都有点狐疑 却很默契的 谁也没继续问 九熙 这么好机会 不谈一曲吗 霍云天妖孽的脸上有点红韵 真的越看越美 当然要啊 我不仅带了情 还有几副情 用晚膳 我教你们几种其他的下棋方法 以后墨上闻楼都可以实行 女孩子们也都有喜欢的哦 大家顿时高兴起来 古琴拿来 霍云天心情好 先弹了一曲 那好听的琴声 让几个女人都露出花痴之色 而望月楼的二楼 一楼顾客都在纷纷感叹 甚至望月楼四周 百姓听到琴声都停了下来 大家纷纷猜测 是谁在弹琴 这么好听 当年霍阁主一曲奉求黄金燕六国 琴记自然高超 墨尊说道 霍云天一曲完毕 看看墨尊道 摄政王这是称赞 你知道本作已经输给九溪了 你这是要捧杀本作 本王可没听过九溪弹琴 说完看向墨九溪 眼神中有点忧怨之感 大姐还会弹琴的吗 墨珍珠一句话 让墨九溪哭笑不得 珍珠 你怎么能小看你姐呢 你接我是全能小姐姐 来 我给你边唱边谈 墨九溪对她挑挑眉 一脸轻挑和自信 第166章 要不要卖笑 又弹又唱 看来本作了解的还太少了 霍云天很是期待的表情 之前一曲广陵伞已经 让她惊艳无比 这次居然还要唱的 墨九溪坐在古琴前试试音之后 抬头看着一桌子的人 咧嘴一笑道 这曲子是我自编的 你们将就点听啊 姐 你还能自己编曲啊 太厉害了 墨珍珠简直崇拜 但更多的是不可思议 她到底什么时候学会的呀 琴音响起 和大家熟悉的曲音都不一样 但却不难听 相反感觉很特别 而且墨九溪的情谊确实高超 一点不僵硬 音乐非常流畅 让人有种心情很顺畅的感觉 霍云天目光灼灼 叶无恒也心谋善良 莫尊黑谋幽暗 三个女人都很惊艳地 看着墨九溪 随即 墨九溪张嘴就开始唱起了 朋友 这些年 一个人 风也过 雨也走 有过累 有过错 还记得坚持什么 真爱过 才会懂 会寂寞 会回首 终有梦 终有你 在心中 朋友一生一起走 那些日子不再有 一句话 一辈子 一生情 一杯酒 朋友不曾孤单过 一生朋友你会懂 还有伤 还有痛 还要走 还有我 木九溪唱歌富有感情 脑海里 想到自己现代的朋友 并肩作战的队友 唱着唱着 不禁山然泪下 虽然来到意识他 过的是风生水起 但有时候 也不免想念现代生活 只是他知道 再也回不去了 这如何让他不伤悲 不想念 一曲停下 鱼音绕梁 美人落泪 极致动人 一桌子人都看傻了 也听傻了 而这时候 要往外面和下面看看 真的是一点声音都没有 大家驻足聆听 脑子里都在想 谁在弹琴唱曲 这曲子真的好特别 歌词极为简单 却真的好感人 让有些人感同身受 悄然含泪 木九溪知道自己失态了 立刻情音一转 一曲 沧海一声笑 再次倾泻而出 沧海一声笑 滔滔两岸朝 浮沉随浪 只记今朝 苍天笑 纷纷世上朝 谁负谁胜出 天知晓 大家看到木九溪扬声高歌 气势磅礴 情音伴随 肆意至极 此曲唱完 全场依旧无声 木九溪笑道 你们一个个什么表情 是我唱得太难听了吗 我可不承认 白琴立刻道 九溪 你太厉害了 好好听 弹得好唱得好 天啊 你怎么能这么出色 还让我们活不活了 白琴一直以为 自己的琴棋书画都还不错 但现在觉得 木九溪就是大学士 他就是一个学堂的新学子 这种差异 让他心情波动很厉害 啪啪啪 霍云天第一个鼓掌 好 太好了 本作这次是 真正的甘拜下风啊 这两曲绝美 九溪 你回头一定要教教本作呀 哈哈 霍大哥要学 那不是分分钟都会的事情吗 回头就写谱子给你 木九溪高兴道 随即看向墨尊和叶无恒 两人都是盯着他看 好像不认识他似的 墨尊 无恒 你们是真不相信啊 木九溪苦笑道 叶无恒瞬间哭笑不得道 九溪 你是要给我们大家 多少惊喜和打击呢 你真的是木九溪吗 墨尊淡淡的一句话 让木九溪却是心疼一阵 难道我是木八溪 木九溪眨白一下大眼睛 样子是狡黠至极 本王就是觉得 你爹生不出 你这么优秀的女儿 墨尊一句话 让大家顿时纷纷点头 木珍珠都快哭了道 大姐 你太过分了 小时候娘亲拿着竹子 追着我弹琴 你弹得堪比鬼哭狼嚎 怎么会突然就这么好听了 这些曲子我都没听过 嘿嘿嘿 我这不是想着 有一天让你娘惊吓惊吓吗 木九溪连忙安慰道 我弹的曲子 其实很简单的 没有你们学的那么复杂 我就是不会那些复杂的 才自己创造简单的呀 霍云天嘴角直抽 他能弹凤球黄 广灵散 这撒谎 撒得他都想揍他了 不过显然木九溪的心是善良了 为了安慰人 都不戏黑自己的 我要学 我要学 九溪 你一定要教我 回头我去墨上文楼露一手 白凤婉顿时抓住机会说道 哈哈哈哈 好主意 木九溪顿时对他竖起大拇指 外面的听够了 突然墨尊冷冰冰的声音响起 然后大门就被一下推开了 安夜 叶寒 露儿 掌柜和小二们 一个个都站在门外善笑 大小姐 太好听 以前听听 属下都要睡着了 这两首曲子 让属下很振奋 好听极了 大小姐威武 叶寒难得大拍马屁 小姐 真的好好听啊 露儿顿时也激动地叫唤 顾掌柜看看楼下后转身抱拳道 木大小姐情记高超 歌喉更是好听 今日望月楼的顾客们 都是饱了耳福了 妈呀 安夜突然往下一看下一跳 这么多人啊 楼下顿时传来大片的掌声 木大小姐威武 太好听了 再来一曲 天呐 这和西越国要比弹琴唱曲 木大小姐也是稳赢啊 我要学 木大小姐 求曲谱词谱 下面的叫声此起彼落 木九溪突然跑出去 对着下面一大帮人笑道 诸位想求曲谱和词谱 可以七天后去墨上闻楼 有寿 价格便宜 还有其他新曲呢 墨上闻楼 哦哦哦 好好好 多谢木大小姐 哇塞 太好了 好想现在要啊 我想回家弹琴 木大小姐 再来一曲吧 大家起哄 木九溪笑着摇摇头道 这里是酒楼 你们别过分哦 墨尊突然出现 站在栏杆处 服侍下方冷哼一声 下面的人瞬间缩脑袋纷纷跑开 不敢再抬头看木九溪 随即看向木九溪笑得开心的样子 没好气道 你是真好算计 还能卖区了 要不要卖笑啊 木九溪一愣 随即笑得非常邪恶道 摄政王要是买 九溪也可以卖笑的 说着还凑到他面前 笑得特别夸张 墨尊被他的后脸皮惊住 但随即伸出手掌 直接推开木九溪的脑袋 俊脸有点烫 却没好气道 做妖做完了 本王还有事 要先走了 明月去找你 第167章 太让人惊艳 木九溪顿时行的大礼 嘻嘻笑道 恭送摄政王 然后抬头 对他抛个妹眼道 摄政王有空 记得多来玩啊 那样子 实在是像花楼里卖笑的姑娘 就差手中多一块丝怕了 墨尊嘴角抽搐 但却有点想笑 心想 怎么就会有这种古灵精怪的小女人 他憋着俊脸 随即对包房内的几人道 本王还有要事 就先走了 说完也不等他们回复 直接转身下楼 大家就看到 安夜一张脸 苦哈哈地跟了上去 叶寒看着安夜很想留下来的样子 都忍不住笑了出来 跟着大小姐 可比跟着摄政王好太多了 看到没有 摄政王是不是很像之高的孔雀 霍云天笑着喝酒 脑子里还在回味木九溪的两首曲子 大家都憋笑起来 木九溪回到房中 再次有说有笑 霍云天是给足了木九溪面子 当然他自己也非常享受 毕竟他最喜欢这些文雅诗意又新奇的东西 接下去木九溪教大家五子骑 飞行骑 军骑 一帮人玩得不亦乐乎 只恨时间过得太快了 木九溪这次的聚会 成功让白凤婉和木珍珠 从悲伤中脱离出来 而且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 霍云天邀请木九溪一起去看红运楼 本来要送木珍珠回府的木九溪 被红运楼三个字吸引 叫叶寒洛送木珍珠先回去 雇佣的马车上 霍云天看着笑得开心的木九溪道 九溪 你真太让我意外了 是我的脑袋吗 木九溪哈哈一笑 不止你的脑袋 你的聪慧 特别 性格又爽朗 我都在想 你不是男人都可惜了 霍云天也笑起来 霍大哥 你这话就不对了 什么叫不是男的可惜了 我作为女人 也可以和男人比 你和木珍那家伙 是一样的大男人主意 潜意识里就觉得 女子不如男对吧 霍云天一愣 随即哭笑不得道 看来是我狭隘了 本来就是 女子未必不如男 男人能做的女人 有什么不能做吗 打仗做生意 有什么不可以 就算男人上青楼 女人都可以去勾兰院 一样的 唯一不一样的 可能是女人能生孩子 说起来比男人更胜一筹 霍云天瞪大狭长的凤眼 都被木九熙一通话 直接说梦了 哈哈 你别吃惊 我是大女主主义 就是俗称女强人 要强而已 多数女子还是喜欢温柔懂事 小鸟依人的 木九熙觉得自己 可能太惊世害俗了一点 连忙说婉转一些 霍云天消化了好一会 才苦笑起来 觉得还是自己狭隘了 不错 女子为何就不能厉害一点 为何要依靠男人 女人也可以自己强大 自己赚钱 不需要看男人脸色 霍云天都没意识 他有点被木九熙洗脑了 霍大哥 阿芷小姐如何 木九熙转移话题 霍云天说道 他没事 身体似乎还好了一些 说想离开高云 去西岳 哦 那你去吗 木九熙心想 可惜了 这么个朋友若在身边 自己可以随时利用一下 不对 是随时交流信息的 霍云天有点纠结 看看他后道 若他一个人去 身体会不会有问题 哼哼 没问题 他完全可以活蹦乱跳 不过 他应该是想你一起去的 木九熙心想 那个女人身体不止是好 还武功高强 想死也不容易啊 霍云天叹口气道 若是他身体不错 实在不应该和我常在一起 只会耽误他 他似乎对你用情极深 木九熙挑眉 九熙 你真误会 我把他当妹妹一样 他也是当我兄长的 你懂女人 还是我懂女人 看他看你的眼神就知道了 我觉得这是个难题 你以后想安乐一点 就早点说清楚 木九熙挑眉道 我是作为朋友 给你有情提醒的 霍云天想了想之后道 我明白 对了 你凤凰于非学的如何 说话间 他把最后的第三部分 给木九熙 第一部分已经学完了 刚打通认读二脉 刚开始修炼第二部分 你这么快 就把第三部分给我了 木九熙嘴上这么说 手已经拿了过来 我们也算朋友 我对你也算了解 重情重义 我很高兴 能结交你这样的朋友 霍云天对木九熙这个定义 是因为朋友的那首曲子 他必定是重情重义 才会唱出如此深情 今日的聚会 让霍云天对木九熙 有了更多的了解 更加的欣赏他的重情 和豁达爽快 嘿嘿 那就谢谢了 木九熙高兴道 你要我帮你做鲁班盒吗 嗯 你也知道我做什么的 有的情报传递过程中 会被拦截 若是有这种机会 那么 就算被拦截走 也不会暴露机密 霍云天立刻说道 木九熙露出苦笑道 木盒子做的根本没用 难道你有特别的材料 不错 我有五铁皮 刀剑都难以砍断 用来做这个最好不够 当然只有特别重要的机密 才会动用这种盒子 乌铁皮 木九熙表示不懂 现代没听过 是的 乌国特有 但产量极为吸手 要不然 乌国早就凭借兵器 冲出那弹丸之地了 霍云天说道 霍大哥 你是乌国人对吧 木九熙想到了莫尊说的话 霍云天一愣 随即哑然一笑道 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像乌国人 长得肯定是不像的 但你情报和杀手生意 遍布六国 除非你的国家 不太受到牵连 要不然 你总会有顾忌 一旦顾忌 这种生意 就很难做得风生水起了 木九熙瞬间内心 对莫尊那个狗男人赞扬了一下 果然狗男人的心思缜密 居然这样 都给他想得到 还分析出来 摄政王也不是浪得虚名啊 霍云天呵呵一笑道 九熙 你得给我保密 木九熙哈哈一笑道 高云和乌国实在没交集 看来我们可以放心 做朋友 要不然 我还怕回头 在国家问题上 反目成仇 不会 虽然我是乌国人 但我并不喜欢乌国 可以说 我是江湖人 不属于任何一国 霍云天说到这句话 露出淡淡的忧伤 第168章 得天独厚的 木九熙顿时蹭眉道 看来你的身份 肯定在乌国很尴尬 霍云天本来是悲伤的 一听木九熙的话笑了出来 九熙 你怎么会这么说 木九熙怂怂见到 乌国是个充满神话的地方 一般有神话的地方 也就有很多奇葩的事情发生 你都不爱乌国了 一定是受到乌国的排挤 若普通人也不必如此伤感 但你很忧愁 你可真的敏锐过人 什么都瞒不过你 霍云天哑然失笑 木九熙真的给他太多的惊喜了 怎么能有如此会聊天 还让他感觉舒服的人 还是一个女子 霍云天有种万千丛中 找到了珍宝的感觉 让他的一颗心都热了起来 你居然也知道乌国的神话 霍云天很感兴趣道 知道不多 最出名的不是青龙匕首传说吗 木九熙笑起来 霍云天猛地愣住 一张俊脸有点僵硬 但很快就恢复 木九熙多机灵的人 正巧注意到他的面色 不过见他恢复极快 就当自己没看到 你也知道青龙匕首传说 说来听听 是不是和我听到的一样 霍云天又笑了起来 木九熙怂怂肩道 百年前 乌国皇家政变 一位怀孕八个月的王妃 被追到乌江边 最后被逼跳河 之后说河里冲出白光 是一条青龙 直接上天去了 而后来王妃尸体找到了 说是肚子里孩子没了 肚子上还有被刀 划开的伤口 青龙匕首也落入江中 不见踪跃 木九熙说到这里摇摇头道 虽然这传说很神奇 好像肚子里的那个孩子 是青龙一样 但未免可怜 不过 我是不相信神话的人 百年传下来 事实早被篡改无数次了 霍大哥 和你听到的一样吗 霍云天似乎有点恍惚 随即回过神来 尴尬地笑道 差不多吧 大同小异 那位王妃确实可怜 八个月身孕 还被逼到如此境地 可见对方是多残暴无情的人 而且还是皇家自己人 自古争权夺位的事情 多数都是血腥残暴的 说到底比谁没底线 自古帝王最无情啊 木九熙也是叹气摇头 这么多历史朝代 多少兄弟相残 师父上位 他一点也不觉得新鲜了 从大来说是皇朝 从小来说 一个个小小的公司里 都是勾心斗角 为争抢名利不折手段的 霍云天点点头 木九熙又来了一句 不过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抱怨仇恨都是无用的 自身强大才是最有用 所以 我一定要让高云强大起来 以免以后变成王国奴 木九熙也牟离 闪过一道嗜血的光芒 带着犀利的坚定之色 高云有你和摄政王 必定牢不可破 霍云天笑道 之前只有莫尊 我倒是不这么认为 毕竟高云内部 已经被渗透不少奸细了 但现在有你就不同了 你正好补足了莫尊的部族 你们联手 又何具对手呢 霍大哥真是高看我们了 不过嘿嘿 我们会努力的 我若是男人 能做皇帝的话 一定要让六国无战争 那就唯有统一六国 中央集权 愤而置之 霍云天再次眼珠子要掉出来了 从来没想到 木九熙的抱负这么远大 瞬间让他有种自残行贿的感觉 霍云天一瞬间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 还不如一个小女子 哈哈 被我吓傻了吧 我这可是忤逆之罪 好在我是女人 是男人 估计小皇帝要担心我会不会篡位了 哈哈 木九熙给自己逗笑了 高云小皇帝有你 真的天大的运气 霍云天深以为然 木九熙呵呵呵地笑起来道 现在知道 我真的是能说会道了吧 哈哈 九熙 能说会道 那也是一种本事 肚子里没点墨水 没点主见 如何能说会道 何况 你表现出来的 实在太多的才能 简直叹为观止 我就想不通 你这么小年纪 有一个特长 已经是不错的 若两个 那绝对也是非常努力才得来的 比如我的凤求皇 那也是 我弹琴将近十几年的造诣 可你呢 太多特长 每一项都精彩厌绝 还直接超越 无人能及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霍云天确实越来越想不通 越来越觉得不可思议了 霍大哥 你不知道有一种人叫天才吗 得天独厚的 打个比方 有人学了一辈子 都不认识几个字 但有些人却一开始 就可以一目失行 我属于后者 木九熙傲娇地解释道 霍云天愣猛一下后 实在憋不住 又笑了起来 也对 你就是得天独厚的天才 老天爷的丑儿 霍云天也只能这么认为了 要不然实在解释不通 木九熙还很赞同地 嗡嗡两声 脑袋点如捣蒜 让霍云天笑得都憋不住 霍大哥 你给你设计一个机关盒 你就造成用乌铁皮 打造出来就好 木九熙心想 自己可就不帮忙干活了 画个图纸就好 毕竟莫尊 还等着他为互部出力 好的 但你得一步步划 不然我可没你那么聪明做出来 霍云天苦笑道 那是自然的 一定包霍大哥满意 木九熙咧嘴一笑 对了 霍大哥 你对我们高云的四王爷了解多少 霍云天有点惊讶道 为何问这个 之前见你听到金满楼赌装是四王爷的 好像有点意外 这么明显吗 木九熙善笑道 我只是觉得四王爷太有钱了 想想点办法 让他为朝廷做点贡献 霍云天又哑然失笑道 你真这么做 只怕墨一修要恨你了 他一个闲散王爷 能这么逍遥自在 都是需要朝廷花大力气 去保护这份太平不是吗 所以他必须要有爱国觉悟啊 四王爷生意很多 涉及很广 除了巫国少些 其他六国都是连锁 确实都是极为赚钱的 不过他应该是交不少商税的 霍云天想了想说道 那肯定的 不过我对四王爷印象很少 很久不见这个人了 木九熙嘻嘻笑道 霍云天看着他嬉皮笑脸的样子 总觉得有问题 九熙 你是怀疑四王爷有异心 第169章 收了红运楼 木九熙一愣后善笑道 那倒不至于 但这个四王爷 他好歹也是四王爷对吧 高云和西悦之间的比赛 他都没来看 他人也没离开高云 为何不来 也许他生意上太忙 霍云天给莫一修找借口 木九熙笑着点头随即道 那如此看重生意的人 会为了懒局院一点小事情 而送我一家不错的点心铺子呢 这个问题 其实只有四王爷自己出面就可以解决的 他却送我一家铺子 霍云天表示不明白 木九熙嘿嘿一笑道 不提这些 我也只是迷惑 红运楼真的送给我 我现在送给你 你会不会也怀疑 我有不良句信 霍云天苦笑道 那可不是 我要给你画图纸的 这种东西对一些人 可能一文不值 但对霍大哥的情报楼 那绝对是价值千金 我会觉得自己亏的哦 木九熙顿时扁扁嘴 哈哈 那就好 他来我是转了 霍云天顿时爽朗地笑起来 看着木九熙那漂亮 又灵动的俏脸 怎么看怎么舒服 很快 马车到了红运楼门口 两人一下车就引起轰动 实在是男的俱女的美 而且其中一个 很多人都认识 正是现在最初风头 大名鼎鼎的 木大小节木九熙 红运楼里 立刻跑出来掌柜和小二 立刻把两人迎进去 下午四点的时间 九楼里没有时刻 倒是有着满屋的茶香 主子 您怎么过来了 掌柜是一个 看上去很精明的 中年小个子男人 阿诚 以后这红运楼 就是木大小节的了 霍云天笑道 九熙 你看人你要不要 不要我就说回去 木九熙看看四周 这是两层木楼 不是很大 但也不小 人留宿的地方 就是宿舍 霍大哥 人你先借我 我现在没时间打脸 这样好了 收益我六你四如何 霍云天笑道 给我四成太多了 这样我把人先给你 收你二成 其余都是你的 等你有空再慢慢改吧 阿诚 以后木大小节 就是你们心中家了 阿诚立刻很机灵地 对木九熙行礼 他真没见 自家主子这么开心过 还这么大方过了 木九熙视察了一遍之后 坐在二楼栏杆处 可以看到对面和马路 阿诚立刻泡上好茶 这茶真香 很便宜吗 木九熙喝了一口后 问阿诚 阿诚立刻道 这茶挺便宜的 其实是有些茶商 去对面赌钱 赌输之后 对面收了茶叶和货品 这不是便宜点 卖给我们了吗 别说 因为这茶 我们这红运楼生意 都好不少 哦 茶商 也会去金满楼赌钱 木九熙挑眉道 嗯 有时候一个月来一次 有时候两个月来一次 每次赌输了 都来我这边用上喝茶的 霍云天注意着 木九熙的表情 微微醋眉 哪里的茶商知道吗 霍云天帮木九熙问了 想问的 属下和他们打过交代 他们是北境商人 阿诚说道 木九熙瞬间抬眸 看向霍云天 霍云天笑笑 随即问道 金满楼是四王爷的地方 你可见四王爷有来 阿诚想了想到 有来 不过也很少 一个月见不到一次 也来这边用过扇 应该是来查账的 他每次一个人 还有两个侍卫跟着 四王爷很亲切客气 没有架子 怪不得生意做得那么好 也对 你下去吧 霍云天支开了阿诚 九熙 你是不是更怀疑了 木九熙笑道 老实说 我很怕去怀疑这种事情 因为一旦坐实 那绝对是高云最糟心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我能不怀疑 他突然想到和风商铺 北境的商人开的铺子 但若没有后台 能一直开着吗 北境人是通过谁拿到铺子的 后面没有身挖下去 要想到花开起来首饰铺子 四王爷名下的连锁首饰店 就皇城就有四家了 若说三王爷三年前 直接造反被摄政王莫尊镇压之下 让那些原本有点异心的人压下了野心 但也会变得更加小心谨慎 木九熙觉得 莫一修要真有野心 就真的太可怕了 以他六国的生意 他完全可以勾结敌国 然后里应外合 就算莫尊再强大 能守住边疆 那内部呢 一个北境奸细组织 都差点出大事了 除了北境 西越会没有奸细进来吗 绝对不可能 就像莫尊说的 他的黑龙军也分布六国 都是消息王 你可以告诉莫尊 霍云天道 我觉得怀疑没错 就怕怀疑对了没说出来 导致最坏的结果 才是真的得不偿失 木九熙双目深沉地 看向霍云天那双漂亮的凤眸 三王爷的是 对莫尊打击挺大的 而且让他变得更加冷酷无情 若再来一个 木九熙哭笑一下 手足相残这种事情 皇家自古就有 但谁会愿意 真的去接受这种事情 当成一件普通的事情呢 谁会对亲情不在意呢 所以 你需要实际的证据对吗 霍云天立刻明白 木九熙的心情 木九熙点头 眼睛一眯道 我得见一见四王爷 你没见过莫尊修吗 霍云天惊讶他这句话 见过 但几年前了 现在想再见见 他是不是改变很大 我看人很准 也相信自己直觉 所以我必须先见见 木九熙之前就想见的 本来以为和西越国的比赛场上就能见到 哪里想到四王爷根本没来 直接去四王府不妥对吗 嗯 木九熙笑了 霍云天真是了解他 行 我让人帮你注意一下 给你制造个偶遇 霍云天挑挑眉 一脸傲娇的样子 多谢霍大哥 这正是我想要的 记得你的歌谱 我可是想着试试 霍云天笑道 今晚搞定 明日叫叶寒给你送去新月阁 木九熙答应得爽快 两人相视而笑 一起举杯喝茶 就在木九熙仰头喝的时候 突然一道破空声 直接对着他而来 叶无恒看到木九熙 小心 霍云天突然立刻一声 人已经站了起来 同时 木九熙整个人连人带着凳子往后倒下 一道荧光就在他面前擦过 只要他往后慢一点 他的脑袋已经被击中了 两人都看向地面 就见一只箭头 是银色的箭矢插在了木板上 深入半只 可见这射箭的力量有多大 两人又立刻转头看对面屋顶 因为位置只能是对面屋顶的一侧 不然就射不中屋顶 霍云天刚要飞出去 木九熙立刻道 霍大哥 不用追了 霍云天刚飘射出去的身影 一个转圈又回到楼内 就见木九熙走到那箭矢的地方 把箭拔了出来 此刻的霍云天额头一层薄汗 他的一颗心被吓得差点停止 刚才那一下 他真的以为木九熙死定了 那箭矢速度快地眨眼就到 就算他立刻出手 也来不及了 有这种射击能力的人 实力绝对不在他之下 不过木九熙的反应速度 也是超过他的想象 他叫出声的时候 木九熙人已经往后倒去 也就是他的敏锐感不在他之下 怎么可能 他才刚练回凤凰鱼飞第一部分而已 就有他一样的感知 真的不是打击他吗 不过还好 不敢想象若是木九熙一见毙命 他将会失去一个最有默契的朋友 他已经很久很久 没有遇到和他如此臭味相投 还旗鼓相当的人 不 很多方面 木九熙甚至超越他 这一瞬间 霍云天发现 他无法接受木九熙被伤害的念头 见过这种箭头吗 木九熙递给霍云天 霍云天没有接 他此刻还在心有余悸之中 一颗心跳的七上八下的 霍大哥 你没事吧 木九熙发现他一脸汗 心想 他才是被放案件的对象 霍云天怎么被吓呆了 霍云天猛地一震 然后看向木九熙很平静地撬脸 立刻道 九熙 刚才吓到我了 霍大哥 你又不是没见过世面 这也能被吓到啊 木九熙好笑道 转头看看对面的屋顶 还在金满楼的范围内 我怕你出事 整个高云都会要我命 霍云天深深地怂口气 随即他拿过箭矢看了看之后 醋没道 这箭矢还真没见过 但能打造这么精密的 绝对不是随处可有 而且 你看这亮度 只怕打造出来没多久 难道是专门为你打造 木九熙立刻郁闷道 我就这么厉害 要专门打造箭矢来射死我啊 说着他也看来看去 确实这件事狠心 而且造价不菲 霍云天立刻就开心起来 笑道 若你是敌人 敌人必定寝食难安 我也就弄死几个奸细而已啊 至于吗 木九熙扁扁嘴 这人实力很强 我们就算追 人家肯定早设计好退路 追也没用的 何况明知道你在我对面 都敢这么做 自己被深深冒犯了 我必定会追查出来 霍云天冷笑一声 口气里面有着嗜血的冷酷 如此实力 必定不是无名之辈 木九熙其实第一感觉 就是北京太子宣元超 但这家伙是不是在高云呢 还有不到一个月 北京来交流 莫尊的意思 太子宣元超一定会来 那他是不是一直在高云没离开过 还有就是阿木 西越国还没离开 因为粮食的运输问题 还都住在驿馆里 那是不是西越三皇子派 阿木来暗杀他 毕竟刚才那一件 阿木也是有这个实力的 木九熙想来想去 这两人都和他有仇 都可能是凶手 且几率很大 这件我拿回去给墨尊看看 木九熙说道 霍云天点头 很快两人就离开了 霍云天怕木九熙路上 还会有危险 坚持送他回府 正巧木九熙的爹 木天心回来了 看到霍云天都愣住了 霍云天招呼一声就走了 木天心还没回过神来 他就是霍云天 木天心差点咬掉自己的舌头 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像个娘们似的 爹 你这话要给他听到 一定更你拼命 人家不过长得阴柔一点 怎么能这么说话 木九熙立刻拽着木天心就回府 身姿矫健 气息绵长 此人武功高强啊 木天心又来一句 木九熙翻白眼道 爹 你这不是废话吗 人家是星月阁阁主 那是杀手头子 还是情报头子 要没点实力 早尸骨无存了 说的也是 不过爹之前 就听闻星月阁主 神龙剑手不见尾 没想到见到真人了 木天心还是很感叹 木九熙好笑道 这有啥 女儿跟他是朋友了 以后你想见 我约他出来就是 说完他就拿出一只箭矢 来给木天心 爹 见过这种箭没有 咦 你哪里来的 木天心拿过来看来看去 刚才在酒楼被人偷放案件 木九熙轻描淡写道 哦 木天心点头 随机猛地不对劲 立刻扭头道 你说什么 这件事射你的 你 你没事吧 说着顿时看木九熙整个人 爹 我没事 我有事还跟你站在这里说话啊 木九熙被他转了一圈 真的要哭笑不得 这两个鹿崽子 怎么不跟着你 木天心顿时怒道 爹 你别生气 叶涵和清风都给我直去做其他事情 何况我刚才和霍云天一起 哪里会有事啊 木九熙再次拽住他 你快看看 认不认识这种箭 木天心这次仔细看起来 随机摇头道 很特别 很尖锐 而且狠心 应该锻造出来不久 看这种形状 好像是西越国箭矢的样子 什么 你确定 西越的箭是什么样子的 木九熙有点惊讶 毕竟他第一感觉是北京太子 走 去书房 电话给你看 爹之前在西越边境 和他们对战过 对西越的箭矢很熟悉 两妇女急匆匆前往书房 路上看到叶涵 之前叶涵是送木珍珠回来的 叶涵 你去找墨尊 务必请他今晚过来一趟 木九熙见自己爹要对叶涵发脾气 立刻掀下手围墙 下命令给叶涵 第171章 我挺身而出 叶涵立刻答应一声 就快速离开 后背还有点发毛 老爷为何看他的眼神那么狠 好像要吃了他似的 自己做错什么了 书房里 木天心立刻拿笔 就画下了西越的箭矢样子 木九熙拿起来看 真的很像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不过 西越的不是这种材料 这种材料极为坚固 箭头又是赢的 这支箭还挺值钱的 木天心把玩着箭矢说道 随即看向木九熙道 希儿 不管是谁 都是非常重视你 非弄死你不可 可可爱 木九熙立刻干笑起来 放马过来 女儿又不怕 你不怕 爹怕呀 希儿 你还是不要出去了 叫摄政王多派点人来保护你 木天心看着这支箭 心惊胆战的 爹 你怎么能这样 我被人放案件 你让我算了不成 我一定要抓到人 给他也来一箭 你这孩子 就你这点本事 你怎么跟那些暗中埋伏的高手相比 珍珠受伤 爹已经接受不了 你要再出点事 爹可怎么活 你娘怎么活 呸呸呸 爹 你能想娘好的吗 木九熙真的哭笑不得了 我是谁 我是你木大将军的女儿 若我都怕那些家伙 高云还能几个人愿意挺身而出 爹 你要对我有信心 我不是之前的希儿 我也能百米射箭 也会内功 要不然 这次 我也不会全身而退了 木九熙真怕自己爹耍赖 以后不给他出去了 那他到底听还是不听呢 木天心愣愣地看着木九熙 眼神很是复杂 希儿 你真的变化好大 爹真的都不敢相信 木天心确实有种换了个女儿的感觉 可怜还是这张脸 嚣张和暴脾气 也确实差不多 但为何能从一无是处到现在什么都能呢 这真的有点不能理解 就算深藏不入 他都觉得没有可能 毕竟他对自己的女儿还是很了解的 爹 你别不相信 是女儿长进了 也不希望爹娘太辛苦了 再怎么变 都是爹娘的好女儿啊 难道爹不喜欢我现在 这样子 喜欢我以前吗 那我便回来就是 反正我好久没去懒菊楼了 你敢 木天心一听 懒菊楼就心脏抽搐 立刻瞪大眼睛 以后不许去 一个姑娘家成和体统 行了 你也大了 爹也管不到那么多 但你一定要记住 命只有一条 千万别做送命的事情 懂吗 懂 爹 你放心 我最惜命了 日子这么好 我怎么舍得送死对吧 木九熙顿时撒娇 最后拿着箭头逃走了 回到自己院子里 木九熙洗漱一下 就开始画图纸 他觉得自己时间不够 要为霍云天画图纸 还要写曲谱 更要为户部考虑一点东西 还有墨上文楼和红韵楼的菜谱调整 他简直没自己的时间 他想开始练凤黄鱼飞的第二部分了 但叶无痕告诉他 后面会越来越难 越来越慢 但他对自己 还是有着很强大的信心的 晚上后 墨尊果然来了 一脸急色匆匆的 就直接闯入了木九熙的院子里 木天心知道的时候 心想墨尊这该死的臭小子 完全不管自己女儿的名誉了 退婚了 难道就不用管仙了吗 不过 想到女儿今天下午被放案件的事情 他想了想 没有立刻跳出去 反而去看木珍珠 问问今天做了什么 木珍珠兴高采烈地说了 今天中午的聚餐 那眉飞色舞的开心样子 加上对木九熙这大姐的崇拜表情 让木天心老感欣慰 但他内心一直有着一根刺 那就是 陆维亚完全不见踪影 他暗中都让自己的部下再找 就是没有找到 现在城门进出 都查得非常严格 人一定还在皇城 但真的能藏哪里去呢 每次看到木珍珠 就会想到陆维亚 所以 木天心心头那根刺 一直无法拔出来 墨尊来到木九熙的院子里 路儿刚要叫木九熙 墨尊就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自己走进了亮着灯的侧屋 木九熙正在写着什么的东西 墨尊也怕打断他思路 不过墨尊一跨入 墨九熙就直接拿起一边的箭矢 扔给了他 看看 今天下午被人放按键了 墨九熙没有抬头 而是继续勾勒着图纸 墨尊面色一变 接过箭矢一看后道 你有没有受伤 没有 我和霍云天正在红韵楼喝茶 对面金满楼的屋顶左侧 射出来这个一箭 若不是我躲避及时 直接射中的是我的脑袋 墨尊黑眸瞬间眯起 力量很强 速度很快 人被抓到 嗯 这人绝对很强 岂是有备而来 敢当着霍云天的面色我 说明早就有退路 墨九熙说道 可想到是谁 墨尊走过去 看了一眼他的图纸 一眼就觉得好复杂 但很美观 两个人 薛元超和阿牧 你看出这件事像哪里的吗 墨九熙画了一笔之后放下笔 抬起头来 这件事狠心 应该打造出来不久 也许还是在皇城打造的 本王派人去问几家打铁铺子 墨尊说道 看形状有点像西悦那边的箭矢 但不排除嫁祸 我也是这么想 若是西悦也太明显 倒更像是嫁祸 毕竟西悦人还没走 又输了比赛 知道我的优秀 要出手 灭杀我很正常 但还没走就动手 就有点蠢了 我想 三皇子不会这么蠢 墨九熙挑眉道 暂时都不好说 你之后要小心了 我把疾风留给你 加上叶寒和清风 本王会放心点 墨尊立刻说道 我先去查这支箭 哪里打出来的 能查到吗 多久 墨九熙问道 皇城好的铁匠铺 也就三家而已 本王亲自走一趟就是 墨尊说完就准备离开了 但突然在门口停下 脚步转过头来 九熙 你那张图纸 是得获云天的 他突然想到 图纸的复杂和精美 觉得很不妥 第172章 我懒有用吗 墨九熙点点头道 对 是一种很精妙的鲁班盒 他说要用乌铁皮来打造 以后情报就不会截走后 被人马上打开 墨尊又走了回来 一双黑眸幽暗地 看着他的翘脸 墨九熙看向他后 咧嘴一笑道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别这么消气 我有分寸 而且这东西出自我手 我自然能打开的 本王的黑龙军细作网 也需要这种东西 墨尊口气微微有点不爽 这女人就不想想 他的情报网吗 你有难以打开的铁皮吗 墨九熙问道 墨尊道 想要有 一定会有 但盒子一定要比他这个更精密 行行行 只要你有材料 我就给你画行了吧 墨九熙真的对这个男人无语 感觉他就是跟霍云天较劲似的 下午和他喝茶 是不是很开心 墨尊话题一边问道 墨九熙猝眉 刚想对过去 墨尊转身就走了 本王只是随便问问 走了 走的速度还推快 好像后面有人追 一日沉时 墨九熙本来就要去户部的 手中还拿着几张卷轴 叶无恒再次拦住了出门的他急道 九熙 你要去哪里 无恒你可真是巧 我正要去户部呢 你有事 墨九熙见他挺匆忙的 你要不急的话 一起去祈福吧 祈福 祈乐祈还是祈大人 祈大人府 但祈乐祈三天前 住进了祈大人府了 叶无恒说道 那要我去干什么 不是我爹和你都派人 盯着祈乐祈和祈福吗 墨九熙不懂 是有人看到你二娘了 叶无恒说话顿时轻了一点 什么 墨九熙浑身一震 你说我二娘在祈福出现 对 我接到消息 就让人把祈福围住了 和你一起去搜 我一个人去 你知道祈大人他 叶无恒露出一丝苦笑 明白 我交代点事情 墨九熙立刻转身 对叶寒说话 小姐 我跟你去 你交事情给清风吧 叶寒昨日 被沐天星半夜骂了一顿 现在寸步不敢离开墨九熙了 墨九熙一愣后笑道 被我爹骂了 叶寒好委屈地点点头道 反正以后 小姐去哪里属下都要跟着 真是扶了我爹 行吧 你跟着 清风 你把这个卷轴 交给户部尚书 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中 叫他自己先研究 不懂的 我回头 会过去解说 墨九熙对清风说道 清风立刻答应一声 随即墨九熙 对被末尊派来 跟在他身边的疾风道 去把你的人叫来 埋伏在祈府外围五十米外 祈府一定会有暗道 是 属下立刻去办 疾风不知道多高兴 没想到他被派来 跟着墨九熙了 现在的他 嘴里也含着刀片 只是还没灵活 练习无数次 都割伤了无数次 但越来越有成就感了 吴恒 我们走吧 墨九熙立刻上马 和叶吴恒前往祈府 他们刚离开 下早朝的墨天心就出现了 看到没走的清风问道 清风 小姐和叶大人去哪里 老叶 他们是去祈府 祈府 不对啊 那边我的人也在啊 怎么没人有消息 墨天心惊讶道 清风面色有点古怪 墨天心立刻怒道 你有事瞒着我 老叶 我听到叶大人 说有人看到二夫人了 墨天心猛地愣住 随即道 你说在祈府 清风善笑着点点头 随即就见墨天心大叫道 快把我的马拉来 老叶 你还是别去吧 让小姐办这件事好点 清风想扇自己耳光 但他实在太为难了 你懂什么 祈虎山那老匹夫 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我怕酒席吃亏 墨天心急切道 清风挑眉 他打心底不信 他们大小就连摄政王末尊都不怕 会怕祈虎山 老叶你找借口 也太差了 不过清风没有在说什么 而是上马去户部送圈轴了 墨天心等马牵出来 立刻带上两个侍卫 就冲向祈府 墨九熙和叶无恒 到达祈府门口的时候 齐大人祈虎山 也是刚下早朝回来 从马车上一下来 就看到从马上下来的两人 祈虎山面色一变道 墨大小姐 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老夫府底来了 齐大人 精神不错啊 墨九熙立刻行礼 叶无恒也跟着行礼 表面功夫都是要做的 祈虎山一愣后 笑着摇头道 墨九熙 你无事不登三宝殿 就开门见山吧 不然老夫心里慌啊 说着看了叶无恒一眼 叶无恒是大理寺卿 他一起来可没什么好事 实不相瞒 有人看到 你府邸有北境奸细 所以我来看看 墨九熙露出很温和的笑容 齐虎山顿时面色大变 却一片苍白道 什么 不可能 老夫可不是奸细 墨九熙 你可不要乱说 通敌之罪 那是要株连九族的 齐大人 你别激动啊 我又没说你是奸细 就像我二娘是奸细 丞相二夫人也是奸细 但我爹和丞相 可都是高云的大忠臣 墨九熙立刻安慰他 墨九熙的话 让齐虎山深深松口气 随即平静下来道 墨九熙 你是认定我府上有奸细 可知道是谁 老夫亲自抓来给你 有人看到 我二娘出现在府中 所以我现在来找他 但他会出现 说明你府上也是有奸细的 是我二娘的同党 墨九熙挑眉道 叶无恒立刻跟着点头 齐虎山震惊道 你二娘 他怎么能进来老夫的府邸 你们是不是看错了 这种事情能随便看错吗 齐大人 我知道你很慌 但我墨九熙相信你是忠诚的 只是难免府上 有心怀一心之人 你现在让我们进去搜 就更能证明你忠诚不是吗 若是拦着 反而不妙呢 老夫拦有用吗 齐虎山看着墨九熙 那张嬉笑的脸 就知道自己就算拦 也拦不住 齐大人英明 吴恒 叫人行动 墨九熙立刻叶无恒说道 叶无恒立刻伸手一招 顿时有二十几个大理寺的官差出现 整齐华一地站着他们面前 嗨嗨 大家都注意点 不要吓坏欺负其他人 我们这次是来抓路威亚和他的同党 不是来抄家的 懂吗 墨九熙交代道 第173章 怨恨心在起 齐虎山一听 老脸都微微抽搐了一下 随即走向大门 叫门卫打开了大门 叶无恒手一挥 当前就走了进去 随即指挥官拆分散开去 查看齐虎各院的人员 大小见 齐乐起的院子是在东面院子 叶无恒对墨九熙低声说道 那我们就去那边看看吧 墨九熙看了看齐虎山的老脸 叶寒 你去其他院子搜 我怕他们不认识卢维亚 叶寒立刻答应一声 带队去另一边 你们还是在怀疑乐起 齐虎山问道 他真的不是奸细 齐大人 你这个妹妹可不简单哦 墨九熙勾唇笑了一下 这笑容让齐虎山是心惊肉跳的 墨九熙 你跟老夫说实话 乐起是不是奸险 齐虎山追着墨九熙身边很严肃地问道 齐大人 我若说是 你会大意灭亲吗 墨九熙挑眉看他 眼中的犀利让齐虎山心惊胆战 齐虎山浑身一震 一张老脸的表情无比的精彩 最后变成了哭泣之色道 墨大小姐啊 你可别吓老夫啊 齐大人 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没有实打实证据之前 我们不会轻易去认定谁是谁非的 叶无恒立刻拦在了齐虎山的面前 齐虎山都快哭了 随即只能点点头 想了想后停下了脚步 看着墨九熙和叶无恒 进入齐了齐的小院子 他想跟 又怕看到什么 等下他自己都解释不清楚 想到一旦妹妹的北境奸险 这可怎么办好啊 之前他还很严厉地问过妹妹 他自己保证说不是奸险 才算没断了兄妹之情 可他也知道 妹妹府邸一直被监视着 要不是三天前 他求他要过来住 实在是被监视之后 他府邸冷清得很 他吃不好睡不好 他才答应 让他过来住一段时间 可没想到这才三天 麻烦就上门了 妹妹啊妹妹 你可千万没害死哥啊 哥是有一大家子的人 还要对得起齐家列祖列宗啊 他现在位居刑部尚书之位 高云待他不薄 他齐家如何能做出通敌 这种忤逆之事来 爹 后面一声清脆的叫声 吓得齐虎山立刻转身 就看到自己的三女儿 起红叶来了 红叶 你怎么过来这里 你不会去找你姑姑吧 齐虎山连忙问道 齐虎叶见自己爹一脸慌张道 爹 外面那么多侍卫哪里来的 来干什么呀 那是大理寺官差 来做事而已 你不用在意 快点回院子去 别去你姑姑那边 齐虎山随即道 爹 你说什么 为何大理寺官差 赶来我们府上乱搜人 齐虎叶吃惊道 齐虎山立刻拽着他道 你别这么大声 木九熙和叶无恒都来了 去你姑姑院子里了 木九熙 眼底都是仇恨怨念 木九熙让他齐虹夜一夜之间 变成了皇城的大笑话 他本来是皇城第一才女的 现在变成了皇城第一废物 当然废物是过分了 但因为太多人 因为这场赌局输了钱 对他更是极尽一切可能的踩地 就算他现在出去 也会被老百姓骂 有的甚至会扔东西 害得他都不敢出门 更气人的 这会导致他以后很难嫁个好夫君 而且他喜欢的六王爷 居然想要娶木九熙 真的让他对木九熙的愤怒 达到了巅峰 木九熙这个女人 之前一无是处的时候惹人厌 现在精彩厌绝之后 是惹人恨 红燕 你别招惹木九熙 这女人少惹为妙 现在是太后和摄政王的宝贝疙瘩 为高云争光 你和他较劲 这不是自己找不自在吗 过去的 就让他过去吧 齐虎山这番对女儿语重心长的话 并没有让齐红燕听进去 只见他突然一转身 就直接走了 齐虎山以为他算了 也就松口气 而齐红燕和自己的奴婢秋香 走到一脚之后 就开始在秋香耳边说了一堆话 秋香立刻露出害怕之色道 小姐 这不太好吧 你的家人还想活吗 你的弟弟 想进宫做太监吗 你是要断了你家的香火吗 齐红燕紧逼过来 秋香 当初我是怎么救你 让你做我的奴婢 你不忘了吧 秋香顿时跪在地上哭泣道 小姐对奴婢的大恩大德 奴婢永世不敢忘 知道就好 现在就是你报答本小姐的时候了 本小姐保证 你们一家以后 都会富贵荣华 齐红燕眸子里闪过犀利的冷光 犹如暗夜里的恶鬼似的 秋香眼泪横流 最后还是站起来点点头 随即跟着齐红燕先回院子去了 之后去了火房里 另一边 穆九夕和叶无恒来到齐乐起的院子里 齐乐起居然还没有起床 一听声音 立刻就怒吼着吵到她了 当穆九夕直接来到她床前 看着一身解忆的她时 齐乐起吓得惊叫起来 差点就滚下床来 穆 穆九夕 你 你怎么在这 来人 来人 齐乐起慌张失措 奴婢立刻拿衣服过来 给她穿起来 穆九夕双手抱胸地看着她 也目光在她乡房里扫来扫去 齐乐起 我给你机会 你老实回答 穆九夕看着开始坐下来 让奴婢帮她梳头的齐乐起到 你 你到底要干什么 穆九夕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很吓人 齐乐起到现在都惊魂未定 我长得这么漂亮 怎么会吓人呢 看来你是做贼心虚吧 穆九夕笑眯眯地看着 铜镜里那张被惊吓后苍白的脸 你 你胡说什么 我怎么就做贼心虚了 我都说了 上次去和风商铺市 去和老板谈生意的 你们不是都查了吗 齐乐起连忙说道 查了你就是清白的了 谁告诉你的 穆九夕好笑道 齐乐起 你现在可是有大罪了 你要连累 齐家满门抄斩 穆九夕突然的犀利声音 奴婢的梳子都掉在了地上 穆九夕 你 你别乱说 我没有 齐乐起惊慌失措 我要见我兄长 你若心里还有你兄长的 就早点交代吧 你已经在北京坚信灭口的名单上了 穆九夕一句话 让齐乐起的面色再次苍白 你以为我们监视你 为了什么 是在保护你别被灭口 你个蠢货 穆九夕直接开骂 第174章 床底下有人 齐乐起浑身发抖 不可思议地看着穆九夕 我二娘路威亚 是不是来找你了 人在哪里 你现在说出来 我可以保你不死 若你再执迷不悟 突然站起来 但还没走一步 人就软倒在地上 汗水从她的额头上冒出来 一副受到剧烈惊吓的样子 你不要否认了 有人看到路威亚出现在府中 若不是你和她联系 那齐府就还有其他人 如此一来 整个齐府就是诸连九族之罪 穆九夕冷笑道 丫鬟被吓得躲在角落处 都不敢来扶齐乐起了 齐乐起 我没太多时间 你不说我也有办法抓到路威亚 但你活命的机会就没有了 穆九夕说完就往外走了 我 齐乐起喘着大气 好像要淹死的鱼一样 穆九夕 是不是我招了 我不用死 我兄长不会被连累 我穆九夕说话算话 特别是对你这种昔日的朋友 而且 你除了相信我 还能相信谁 齐大人若知道 你和北京奸戏勾搭在一起 只怕会亲手大意灭亲 你是真的糊涂 齐乐起突然就哭泣起来道 我 我也不想的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路威亚在哪里 穆九夕立刻道 齐乐起慢慢地抬头 刚转头看向床的时候 突然一道荧光从床底飞射而出 对的是齐乐起的咽喉 穆九夕发现不对劲 立刻一脚踢出 把齐乐起整个人都踢得撞击后方梳妆台 但那荧光还是射入了齐乐起的脖子下方 啊 奴婢立刻大叫起来 吴恒 穆九夕也立刻大叫一声 他人已经直接探入床底 就见床底木板钢河上 但他并没有立刻打开 而是转身看齐乐起 因为齐乐起的血已经雕射出来 若不止血 马上就会死的 叶无恒一直在外面 毕竟齐乐起的闺房 他不便进去 听到穆九夕的惊叫 他就顾不得了 立刻跑了进来 床底有地道 穆九夕立刻道 我先救人 你小心点 叶无恒面色大变 立刻探身到床底 然后打开了床板 整个人就钻了下去 穆九夕再次喊了一声小心点 叶无恒答应一声 就没有了声音 不过能听到是脚步声响起 徐教大夫 快 穆九夕对着吓得哭泣的丫鬟吼道 丫鬟顿时就跑 穆九夕把齐乐起放平 手在腰间一摸 以包银针立刻打开 门外很快就跑进来无数人 有齐府的人 还有大理寺的官差 把院子都围得水泄不通 看来丫鬟跑出去 就立刻宣传了 齐虎山跑进来急道 乐起 乐起这是怎么了 闭嘴 穆九夕怒吼一声 他现在自己正生气呢 他没有想到 这种时候 居然床下有人会灭杀齐乐起 而若是他敏锐一点 他是可以发现的 就因为看他刚起床 不可能跟人交谈过 所以忽视了 有人早就藏在下面 等着上来和他交谈的 因为自己的到来 让下面这人没上来 而是暗中偷窥 因为在床下 所以穆九夕没有想到 也没有感知到那股危险 而齐乐起好巧不巧 被吓得坐在地上 才给了床下人偷袭的机会 银针出手 封住了脖子四周 喷雪立刻被止住了 穆九夕松口气 擦了一把额头的汗水 齐虎山被一滴的血 和齐乐起脖子上的 一把飞刀吓坏了 在被穆九夕一吼 人也是吃傻样子 上好的人身有没有 切几片来给他含着掉气 穆九夕问道 哟 马上去 后面有人立刻说道 穆九夕也不知道是谁 齐虎山被惊醒 急道 穆大小剑 乐起没事吧 暂时保住了 不过齐大人 你妹妹的事情 还真是大件事了 穆九夕看了齐虎山一眼 齐虎山被吓得立刻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穆九夕面前 穆大小剑 你救救老夫 救救齐虎啊 老夫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乐起真的是被老夫宠坏了 齐虎山起会不知道这种情况 穆九夕不可能刺杀齐乐起 那就是 他被灭口 床下开了一个洞口 他就看出来了 自己的妹妹 果然是北境奸细 就算不是 那也是脱不了关系 穆九夕看他眼道 你先起来 跪我也没用 就等着能救活他 让他多吐出一些消息 来将功补过 是是是 老夫一定会让他 把知情的都交代出来的 齐虎山此刻 老眼都含泪了 大夫很快就跑进来 在穆九夕的帮助下 把齐乐起的伤势稳定住 搬到了床上 齐大人 这床下有暗道 你不会不知道吧 穆九夕弄完之后 和齐虎山走到外室坐下来 他手上都是血 奴才立刻端来温水给他清洗 知道 其实四个院子的房间主床下 都有暗道的 这宅子是老宅子了 当年太上皇赐给老臣的时候 就有暗道 这是为了防止 朝廷重要官员会被陷害暗杀 是逃生用的 齐虎山说道 穆九夕挑眉 心想这么看来 自己伏敌也应该会有 不过自己房间没有 老爹房中应该有 回头得去看看 这种暗道 敌人不知道 就能逃生用 敌人若知道 那就是灭满门都很简单了 有利有弊啊 穆九夕点点头 心里也着急 不知道叶无恒 有没有找到床下之人 他觉得很可能就是二娘卢威亚 但他暗器的速度实力不弱 不过不是他对手 若再快一点 他踢其乐起都来不及 奴婢端了果茶进来 放在穆九夕的面前道 穆大小姐辛苦了 先喝点果茶吧 穆九夕有点惊讶 看了齐虎山一眼 只是齐虎山此刻魂不守舍了 他看看果茶 心想齐虎的待遇这么好的吗 只是这个奴婢面色不太好看 似乎有点怕他 自己真这么吓人吗 谢谢 穆九夕确实有点口干 特别血腥味闻多了 总觉得四周空气不太新鲜 他端起精致的茶杯 看着上面是仙女弹奏的图案笑道 这茶杯倒是很精致啊 齐虎山一听 抬头看了过来 第175章 下了老鼠药 穆九夕已经端着茶杯到嘴边了 鼻子里的果茶香味扑鼻 却让他微微蹙了醋眉 慢着 齐虎山突然大叫一声 伸手对着穆九夕 是不让穆九夕喝茶 秋香 怎么回事 是小姐让你送茶 来给穆大小姐的吗 齐虎山看到是秋香 顿时觉得更不妙了 秋香被吓得一哆嗦 支支吾吾道 老爷 是小姐叫奴婢送茶来的 说穆大小姐辛苦了 我们不能怠慢 他觉得自己女儿恨死了穆九夕 绝对不会这么好心 只怕这果茶里加了好料了 我也渴了 穆大小姐 让老夫先喝吧 说着就伸手去接 穆九夕挑挑眉 觉得有意思 把眉喝的茶杯给了齐虎山 然后就看到秋香一张脸 瞬间惨白 在齐虎山要喝的时候 秋香扑通一声 就跪在了地上 老爷 喝不得 秋香连忙急到 茶里有毒 齐虎山气的茶杯 一下子摔在地上 立刻怒道 去把红叶叫来 他是真的要害死其家吗 说完顿时朝着穆九夕急到 穆大小姐 真的对不起 小女之前和你之间有点过节 她一直放不下 这次估计想要出气的 你大人有大量 饶过小女吧 齐大人府中的女人 一个个都很厉害 穆九夕嘴角嘴角斜钩 淡淡地讽刺道 齐虎山要哭了 一个齐乐器通敌奸细 一个女儿想要毒穆九夕 这怎么会是他齐虎山的家人 这是把齐家往死里推 死里整啊 是自己对女人的态度太仁慈了吗 齐虎山此刻深深地后悔 她就是太宠这几个女人了 还有她那只母老虎的夫人 才会造成现在这种 把她陷入不仁不义的局面 齐虎叶很快就来了 面色极为难看 孽障 你给老子跪下 立刻向穆大小姐道歉 齐虎山上去就猛地一巴掌 把齐虎叶山的直接往后摔倒在地 齐虎叶没想到自己爹会打她 还这么大力 瞬间都被打懵了 我看这果茶 还是让齐三小姐喝了吧 穆九熙看向齐虹叶冷声说道 齐虎山顿时扑通一声 跪在了穆九熙的面前 老泪纵横道 穆大小姐 饶命啊 饶命啊 是老夫管教不严 你罚老夫吧 子不教父之过 齐大人你 确实该罚 但做错事的是她 总是要得到教训的 不然以后怎么长记性 只要茶水里面不是剧毒 让她吃点苦 我就既往不救 没解药 我也可以帮她解毒 若是剧毒 那齐三小姐 这是要我穆九熙的命啊 齐大人 你说她要不要偿命啊 穆九熙目光里 都是犀利的光芒 外面院子的官差也听明白了 叶寒已经带着几个人跑进来 拔出了长剑站在一边 听候穆九熙的命令 齐虎山被吓得不轻 齐虹叶也是面色苍白 一边的脸直接肿起来 五指印很明显 把这茶水 给齐三小姐灌下去 穆九熙突然冷声道 啊 不要 不要 齐虹叶顿时惊叫起来 连忙后退 但叶寒此刻非常生气 直接上前压住了她的手臂 另外一个官差 就去秋香放下的茶壶倒茶 秋香跪在地上瑟瑟发抖 面容万分惊恐 怎么也想不到 穆九熙没有看出毒 是自家老爷识破了 他哪里知道 穆九熙端过来到嘴边的时候 就觉得茶香里有异常 而且 秋香之前的紧张 怕她的表现 让她也觉得不正常 不要不要 齐虹叶拼命挣扎 是 是老鼠药 所有人都震惊了 没想到齐虹叶恶毒到这种程度 居然给穆九熙喝老鼠药 这可是发作起来非常难受 基本不可能救活的 齐虎山猛地一个亮枪 好在旁边观察一把蜡烛 不然她整个人就会摔下去 你 你居然敢 齐虎山一下子一口气没上来 又直接昏迷过去 爹 齐虹叶惊呼 随即哭泣起来 一瞬间 她似乎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误 穆九熙若真死 就算秋香认罪 她这个小姐也逃不掉 而穆九熙现在在太后 摄政王心里的地位 齐虎估计就完蛋了 之前她仇恨蒙蔽了一切 现在突然才想起后果的严重性 穆大小姐 我错了 都是我的错 不管我爹的事情 求你放过我爹 齐虹叶瞬间哭得一塌糊涂 齐夫人和其他其他人都纷纷赶来 听到齐虹叶毒死穆九熙未遂 被抓了正着的时候 齐夫人双眼一番 也直接昏死过去 整个齐虎乱成一团 把齐三小姐带回大理寺 后续再审 穆九熙冷酷地说道 这种人不给她吃点苦头 早晚又要出幺蛾子 官差们立刻把齐虹叶绑起来带出去 齐虎山和齐夫人都被抬回去他们的院子 大夫来了好几个了 歇儿 穆天心满头大汗地跑进来 爹 你怎么来了 穆九熙惊讶道 找到你二娘了吗 穆天心顿时急问道 穆九熙醋眉道 爹 你别想着帮二娘 这女人差点毒死我娘 差点杀了珍珠 哪怕你和她有二十年夫妻之情 你都必须大意灭亲知道吗 穆天心看着自己女儿冷酷的翘脸 犀利的话语 她内心何尝不明白 你放心 爹不是那么混账之人 白清点都能 爹为何不能 不过爹有些不明白 想问问她 穆天心声音一下子弱了 抓到了会让爹见的 但还在等消息 齐夫有地道 刚才齐乐器床下有人发案件 想灭齐乐器的口 无痕去追了 穆九熙说道 你先坐下来谢谢 我去看一下齐乐器 她不能死了 说着就进内室去了 齐乐器床前两个大夫照顾着 穆九熙再次检查了一下 应该不会死 才放下心来 大小剑 外面响起疾风的声音 第176章 伤在尴尬处 穆九熙瞬间窜了出去 速度快到大厅的人 都觉得一阵风刮过 就见穆九熙已经站在了疾风面前了 大小剑 抓到陆威亚和一个同党 不过叶大人受伤了 什么 在哪里 穆九熙立刻叫道 叶寒 叶寒已经在她后面 连忙跟上 跟着疾风跑 穆天心也立刻跳起来跟上 直接出了祁辅大门 朝着西面而去 大约50米左右的 一间民宅的小院子里 穆九熙看到白袍上 血迹斑斑的叶无恒 叶无恒靠坐在院墙边 面色苍白如指 看着穆九熙来了 对她露出微笑道 性不如命 穆九熙低头一看 她的受伤部位 居然是大腿根部 鲜血还在涌出来 让人感觉是太监入宫 被咔嚓了一样 一把飞刀还插着 不过穆九熙松口气 不是重点部位 不然叶无恒这辈子要无后了 而她会非常内疚 疾风 叶寒 快把无恒抬到床上去 叶 你快叫人去请太医 其他人回避 穆九熙立刻下命令 连冲进来的穆天星 也被派了任务 他们似乎都没看到 院子里还有两个人 都被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 地面有两颗血色的牙齿 旁边有黑龙君手着 其中一人就是陆薇娅 身上嘴角都有血迹 已经昏迷 而另外一个是男人 嘴上居然有八字胡 相貌很轻瘦 三十多岁 很像师爷的样子 但穆九熙很陌生 没见过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此刻是醒着的 嘴里有血 身上也在流血 毕竟被黑龙君围住是死战 只是没想到 黑龙君如此厉害 到最后他们 连咬毒自尽的时间都没有 小胡子男人 还一直盯着穆九熙 那眼神的复杂程度 难以用语言来描述了 不过穆九熙此刻 没时间理会他 穆天星看了陆薇娅一眼 听到穆九熙的命令 连忙看了看叶吴恒 就立刻转身往外跑 交代侍卫快去请太医 吉峰和叶涵 把叶吴恒小心翼翼地 移到了床上 吴恒 你伤的地方很尴尬 但已经伤及大动漫 我必须为你先止血 要不然太医来了也没用 你只要记住 我虽然是女人 但也是一名大夫 穆九熙直接对叶吴恒说道 叶吴恒确实很尴尬 想要阻挡穆九熙 拿出刀子割他的裤管 但显然被穆九熙看出了意图 叶大人 姓名要紧 吉峰连忙说道 你伤得很重 飞刀不拔掉 很危险 吉峰说得对 吴恒 你要觉得尴尬 我让你先睡一下 说着拿出银针 就在叶吴恒的脖子一侧 轻轻地扎了进去 叶吴恒的毛子看着穆九熙 里面非常复杂 随即就一阵睡意来袭 人直接睡了过去 随即穆九熙快速把他裤管剪开 真的已经到了底部位置 要想下针 必须全部剪掉 吉峰和叶含都尴尬了 但一片血色也实在是触目惊心 但他们发现 穆九熙浑身冰冷 手上的速度都没有变慢 似乎一点也不迟疑 去祈福找个药箱子来 准备热水 纱布 穆九熙说道 伤口比较深 要缝针 叶含立刻领命而去 大小剑 会不会影响他以后 吉峰都觉得裤裆凉嗖嗖的 传宗接代 穆九熙说道 嗯 吉峰尴尬地嗡了声 应该不会 还有一寸距离 但真的非常危险 吉峰 到底怎么回事 穆九熙一边在叶吴恒腿上下迎针 一边问道 吉峰道 洛维雅和那个小胡子 一起从地洞里钻出来的 但叶吴恒已经受伤 不过好在 他忍着痛 跑出来大叫了一声 属下正好在那里 就立刻让大家抓人 十几人对付两人 拿下了 洛维雅会武功 穆九熙问道 嗯 武功虽然不是特别高强 但不弱 最怕的是暗器 他的飞刀很厉害 叶大人应该是暗道中 被他射中了 穆九熙气息越来越冰冷 又问道 那个小胡子呢 小胡子武功比洛维雅要高一些 不过不是属下的对手 吉峰心想 好在自己之前 被大小姐指点过 这次才能抓住人 这个小胡子我没见过 不知道是谁 穆九熙醋眉 看他样子 好像不是高云人 吉峰说道 穆九熙也微微点头 确实高云人 很少长相斯文的 会留八字胡 而且看男人气质不凡 也不像是平民百姓家的 这次大家都立功了 回头让莫尊好好奖励你们 穆九熙笑笑 吉峰立刻高兴道 大小姐 其实兄弟们 还是希望大小姐 能多叫我们一些 看来 兄弟们还是操练不够狠 回头加强 高云总要出一支 无敌的特种队伍 什么叫特种队伍 吉峰很兴奋道 就是专门派出去 做特殊任务的 这些任务 都是最难最危险的 打比方 就是去敌国营救重要人物 或者去敌国灭杀什么人等等 穆九熙说道 吉峰双眸幽暗中闪烁亮光 立刻道 大小姐 属下一定会进 这支特种队伍的 过段时间 我会去选人 组成一支二十人的队伍 是高云最强的士兵 穆九熙笑道 当然待遇也是最好的 吉峰兴奋地浑身发抖 立刻点头 叶寒回来了 穆九熙开始为叶无恒拔飞刀 然后缝合伤口 以她的手法 伤口不会难看 这飞刀和射其乐起的一样 看来陆维亚 确实是暗器高手 穆九熙等全部搞定之后 拿起飞刀心里虚悉 自己虽然穿越来晚了 但和陆维亚也接触了一段时间 居然真的没发现她会武功 更别说暗器了 只能说 这个女人很可怕 太能隐忍 太能装了 以她的实力 应该比庄亲妹 还要级别高才对 前几天抓住了王秋 现在又抓住两位 看着级别都不低 北京的奸细网 应该至少被打破了六七成了吧 啊 突然后方院子里 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什么人 黑龙军的声音 疾风夜寒和木九熙还在屋内 听到声音瞬间冲了出去 第177章 被一剑灭口 三人冲出去一看 就见小胡子男人胸前重剑 一命呜呼 黑龙军也被吓得 立刻拦在了陆维亚的面前 追 疾风一声令吓 四个黑龙军 立刻跟随着飞射出去 木九熙一看小胡子胸前的箭矢 直接没入半根 又是心脏位置 已经直接毙命 她也就不活 她气得牙痒痒 直接上去就拔出了箭矢 一看到箭矢 她眼睛猛地眯起 这个箭头 居然和当初射莫尊的那个箭头 一模一样 北京太子宣元超 木九熙不敢确定 但莫尊之前是怀疑宣元超的 这种箭术和速度 显然就是同一个人 那么 若是太子宣元超 那可以肯定他 还在高云皇城之中 怪不得说之后 北京的交流团太子会来 显然这人早在里面了 这要是在交流会之前 活捉太子宣元超 那就有意思了 不过木九熙不得不佩服这个太子了 顶着这么高贵的身份 亲自来高云搞三搞四 也不怕丢了命 一旦薛元超死了 那北京皇室可就风云突变了 那些薛元超的叔叔们 兄弟们 只怕都想上位吧 当然薛元超不怕死的原因还有一个 那就是 他对自己的实力超级有信心 木九熙还真的想会会这个人 听说北京太子和末尊差不多年纪 是北京第一美男子和勇士 所以他的太子之位是公认的 毕竟北京民风彪悍 强者为王 黑龙军把木九熙围在中间 都非常紧张 怕还有案件 叶寒 把陆维亚和这个家伙尸体 送去皇城寺 告诉周耀大人 我晚点会过去 木九熙交代叶寒 叶寒又开始纠结 木九熙瞪了他一眼道 我还怕陆维亚路上被灭口 你责任重大 是 叶寒顿时不敢多说 带着八个黑龙军 送陆维亚和小胡子尸体 去皇城寺 木九熙拿着箭矢回到房中 看着叶无恒苍白的俊脸 他派人去请太医之后 想回院子里看陆维亚 但想到了木九熙犀利的话 脚下就愁愁起来 一下子又发生了放案件的事情 看着叶寒带着陆维亚 和小胡子尸体去皇城寺 他都傻眼了 等木九熙出来 就看到自己爹 一脸忧愁地站在门口 有点手足无措的样子 爹 木九熙上前扶着他道 你别想太多了 那个女人是奸细 且武功不弱 级别也不低 是他伤了叶无恒 木天心满眼震惊道 爹是不敢相信 他怎么能这么会隐藏 木天心心惊胆战 细思极恐 因为所图不小 木九熙说道 这次的奸细王 要是不破除 高云很快就会出大事 好在现在还来得及 木天心身以为然 最近发生太多事了 每一件都是大事情 摄政王都差点死掉 丞相被下毒 皇城司副司长居然是奸细 这些都是一发就动根基的事情 喜儿 幸亏你长大了 木天心想来想去 每件事似乎和自己女儿都有关系 真的是他为高云打破了黑暗 爹 你是高云的大将军 后续还是要出征沙场的 以后我们一定会让 夕月和北径俯首称臣的 所以你可千万别想太多 有些人骨子里都是坏的 没必要同情 更要珍惜眼前人 木天心看着女人 顿时眼里含泪 随后点点头道 爹明白 你放心吧 爹也没那么脆弱 那是 白伯父都能站起来 爹怎么能输给他 木九熙立刻激将法 不错 老子难道 比不过那个老皮肤不成 木天心果然一点就燃 好了 爹先回去了 你娘肯定又着急了 你忙完就回来用膳 好 木九熙答应一声 木送他翻身上马离开 祈府中 祈虎山已经醒了 他被人扶着 来到其乐起的房中 看着昏迷不醒的妹妹哭泣 他的孽女七红叶 又要毒杀木九熙 虽然未遂 但其心可诛了 一下子祈虎山都老了十岁似的 想不明白 一夜之后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不过 等他听到叶无恒受伤 被抬了进来时 吓得急问道 木大小剑 叶无恒他怎么了 被陆维亚用暗器射伤了 不过没生命危险 暂时住在祈府吧 已经请了太医过来了 木九熙说道 祈虎山立刻叫人安排 叶无恒住在隔壁的侧殿里 木九熙让人严加守候着 木大小剑 乐器通敌 已经证据确凿了 红叶想用老鼠要毒杀你也是 证据确凿了 祈虎山说着 跪在木九熙面前 哭得气不成声 木九熙叹口气 走上去扶起他道 老夫对不起他们 让老夫结甲归田吧 祈虎山已经心如死灰 祈大人 你严重了 虽然你家里几个女人都不怎么样 但你祈大人 却有一颗中军报国的心 你还没到结甲归田的年纪 木九熙说道 你放心吧 我会保住他们两人的命 但这件事的重大性你该明白 太后和摄政王一定会圣目 所以活最难逃 祈虎山看着木九熙的俏脸 瞬间感激得连忙点头 又想跪下去了 多谢木大小剑 多谢 谢谢 祈虎山再也忍不住哭泣起来 这一瞬间 他都明白 丞相白清典和大将军 穆天心府中出事后的难受程度了 祈大人振作点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你先要进宫见太后 自己先去请罪 木九熙得给他点事情做 祈大人年纪比白丞相和他爹还大几岁 这么大打击 确实有点承受不住 木九熙必须让他做点事 不能让他胡思乱想 多谢木大小姐提醒 老夫立刻去 祈虎山振作一下后 马上就离开了 两位太医来了 木九熙让一人照看一人之后 立刻翻身上马 准备离开祈福 大小姐 突然后方传来一声男人的大叫声 第178章 怒骂自己爹 木九熙立刻拉住缰绳 转头一看 是满头大汗的刘火 刘火和和风两人 一直被木九熙派去监视 和风商铺密道的两个出口处 刘火 木九熙高兴道 怎么样 有什么情况吗 有 河道边的那个密道有情况 刘火立刻急到 今天有一艘乌棚船来到河道口 船上下来一个戴着黑色围帽遮住脸的男子 进入了密道之中 哦 木九熙精神一震 属下没有打草惊蛇 暗中观察 见男子进入了密道 从河风商铺出去了 可此人实力非常高 几个转弯之后就不见了 刘火擦擦汗水继续到 属下不信邪就一直等着 后来那男人回来了 再次进去密道 从河道口出来 上了船离开 赫火跟了去 属下来汇报 木九熙猝眉道 这个男人戴着帽子 还有什么特征 背着弓箭和箭矢 身材很新长 虽然看不到脸 但看他的手应该年纪不大 而且他身法真的很快 属下觉得 不会比摄政王爷慢 刘火说道 什么 木九熙猛的眼珠子 都瞪出来了 你说的人 很可能是北京太子宣元超 正低沉地说完 疾风他们回来了 从门口飞出来 看到木九熙顿时叫唤起来 大小剑 没追到人 可看到了 木九熙连忙问 有身影在屋顶上闪了几次 但还是没追上 那家伙速度太快了 属下真的被惊到了 疾风露出震撼之色 是朝那个方向的吗 木九熙直指和风商铺的地方 对 大小剑你如何知道的 刘火 你怎么回来了 疾风又看向刘火 看来 你们看到的是同一人 木九熙眼睛一眯 让其他人回去 我们去追船 疾风错愕一下 没明白 但立刻叫手下 回去保护其辅 自己和刘火上马 跟着木九熙狂奔去 和风商铺的暗道 一个出口是枯井 就在金峰和一个小码头边上 这地方有乌鹏船来往 都是很正常的 唯一不一样的是 这个口子巷子比较小 所以很少 乌鹏船在这个小码头停靠 木九熙三人来到小码头之后 刘火是朝着右边水道的 他们就沿着水道而去 只是追出了十几里 都没有见到刘火熟悉的那只乌鹏船 而鹤风也没有了消息 刘火和疾风都被留下来再查查看 而木九熙只能先去黄成寺 周要见木九熙来了 立刻汇报情况 让大家都觉得 黄成寺老大是木九熙 而不是他了 但大家却看着很自然 因为黄成寺也被木九熙折服了 要不是木大小节不断发现线索抓奸细 黄成寺都要被摄政王和太后骂死了 大小家 王秋一个字不说 什么刑法都用了 真的是死不开口 是条汉子 周要愁眉苦脸了 我知道 木九熙淡淡三个字 让周要很郁闷 你知道 你还让老子沈 庄亲妹呢 木九熙问道 一开始倒是很能忍的 不过后来坚持不住了 吐了几个名字 但都是一些朝官府邸的丫鬟和奴才 和之前你二娘手中的字条名单差不多 周要说道 对了 你二娘要怎么安排 他已经不是我二娘了 他是北京奸细 而且比庄亲妹 可能还要级别高一点 不用留情 好好审 木九熙说道 那个小胡子尸体 认得出来是谁吗 不认识 最好叫摄政王来看看 周要直接摇头 他的情报比较厉害 木九熙立刻挑眉 论情报 估计霍云天更厉害一点 他也许会认识这个小胡子 北京太子 都要亲自出来灭口的人 必定不是小人物 回头 我爹肯定会来看我二娘 木九熙看了周要大人一眼 周要一愣 随即不解道 木大小姐要我怎么做 提醒我爹不要过分 他是奸细 别连累木府 木九熙很是冷酷无情 明白 相信木大将军不糊涂 周要立刻点头 但木九熙却怎么都没想到 木天心来看陆维亚 要求周要给他单独和陆维亚相处的时间 结果木天心把陆维亚直接杀了 瞬间 黄承司就一地鸡毛了 周要被气得一佛升天 只能把木天心都关了起来 毕竟陆维亚还没有招供 木天心把人杀了 有灭口嫌疑 木九熙知道的时候 瞬间气得想杀人了 这次老天爷都觉得他不够忙 不够累啊 夜晚 天色黑暗阴沉 还下起了雨 冬天已经降临 木九熙坐在黄承司的大堂里 一动不动 流火和疾风已经回来了 都没有找到贺风 这不是好消息 三人有不好预感 贺风可能已经遇害 这让流火很是自责 疾风也很难受 毕竟贺风是他黑龙军的手下 还是不错的苗子 夜晚回来后 告诉木九熙 大夫人因为木天心的事情被吓到了 一直哭 木九熙是一个脑袋两个大 一个时辰后 莫尊来了 一股冰冷的气息从外面席卷进来 一张俊脸冷到了极致 参见摄政王 整个黄承司跪满一地 只有木九熙坐着一动不动 好像灵魂出窍了似的 免礼 莫尊促眉走到木九熙面前道 九熙 没事的 不用担心 周大人 把木大将军放出来 本王要亲自问他 周要立刻浑身一震 立刻叫人去把木天心提出来 木天心老脸面无表情 似乎变了一个人似的 木九熙看向他的时候 他露出苦笑道 希儿 爹实在不想他受尽折磨 所以不想他受折磨 我娘被他下毒受了多少年 折磨你不记得吗 珍珠被伤成那样 差点死掉 天天喊疼 你不记得了吗 你心疼他 木九熙猛地跳起来 就吼了过去 木天心 你配做我娘的夫君 还配做珍珠的父亲吗 还有 叶无恒为了抓他 差点断子绝孙 现在还没醒来呢 你良心不痛吗 大家被木九熙突然发飙 吓得瑟瑟发抖 周要直接挥手 让大家下去 木大小姐威武 自己爹都敢骂 莫尊连忙走过去 拉住发飙的木九熙 柔声道 希儿 你先消消气 消气 我怎么消气 为了抓这个恶毒的女人 多少人受伤 他居然一刀让他解脱了 木九熙气的眼泪都出来了 他的命是命 其他人的都不是命吗 赫丰现在都下落不明 生死未知呢 莫尊见他情绪激动到不行 立刻抱住了他道 好了好了 你别激动 你爹也有难处的 什么难处 除非他是奸细 杀他灭口 其他理由我都不接受 木九熙气的甩开了莫尊 抹着眼泪 就直接冲进内室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木九熙 发这么大脾气 还哭这么伤心的 木天心也落泪了 他低着脑袋 身体都在隐隐发抖 叶寒 清风 疾风 安夜 周耀等都在 一时间殿内禁得让人害怕 第179章 生冷不济的 梁九 周耀看看蒙着脸落泪的木天心 走到摄政王面前低声道 现在怎么办 让九熙先冷静一下 叶寒 安夜 你们送木大将军回府 莫尊说道 什么 送回府 周耀都愣住了 有问题 你还真以为 木大将军 是敌国奸细不成 莫尊没好气道 周耀愣猛 随即苦笑道 自然不会 想到木天心征战沙场多年 受过无数伤 战胜无数回 又如何是奸细 是奸细 哪里能赢 那就送回去 让他好好休息 他现在心里比谁都难受 莫尊叹口气 叶寒和安夜 立马扶着悲痛到战 也站不稳得木天心回府 莫尊则问疾风道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些 疾风立刻回报起来 从叶无恒 叫木九熙去祈福开始 叶大人伤势很严重 莫尊猝眉 听到是木九熙 为叶无恒缝补补伤口的 总觉得心里怪怪不是滋味 是的 叶大人流血过多 幸亏大小节在 而且伤在这种地方 一不小心就断子绝孙了 疾风觉得 叶无恒真的是 不幸中的大幸了 莫尊很想问那 不是叶无恒 全被木九熙看光了 但觉得实在问不出口 毕竟木九熙是大夫 当时情况是救命要紧 只是这个人是叶无恒 让莫尊觉得心里闷 因为木九熙之前说过 喜欢叶无恒 虽然说是朋友间的喜欢 这都叫啥事啊 莫尊第一次感觉 木九熙有医术 不是一件好事 而且 这女人本来对这些世俗规矩 生冷不济的 莫尊拿起木九熙 放在桌子上的箭矢 一看面色就变了 眸底的冷光闪烁着 薛元超 简直在打他高云摄政王的脸 周耀又带莫尊去看小胡子的尸体 莫尊看后摇摇头道 没见过 大小节说 想叫霍云天来看看小胡子 霍阁主认识的人 可能更多一点 周耀把木九熙的想法 告诉了莫尊 莫尊立刻又蹙没了道 总不能让他入皇城司 这样吧 叫画师把这小胡子画下来 张贴出去 顺便给霍云天也看看 张贴出去 周耀挑眉 不错 不止张贴 把尸体给我挂北城门风干 莫尊彻底被薛元超激怒了 他现在不是怀疑了 而是肯定 因为陆维亚是北境奸细 小胡子就肯定也是 那要灭口的 就只能是北境人 在北境有如此建树的 只有薛元超 这一点莫尊非常确定 周耀被莫尊的残忍吓一跳 不过想到之前 木九熙就做过这种事 所以也没反对 叫人去请画师来 明日就可以把尸体挂出去了 莫尊来到周耀的书房 木九熙坐在主位上不出声 也不做事 就是靠着休息一样 但眼睛是睁开的 莫尊端着香名过去 放在他面前道 九熙 你累了 喝口茶吧 木九熙回神 看看他的俊脸问道 认识小胡子吗 莫尊错愕一下 看着他道 看过了 不认识 已经让人画像像张贴 明日把尸体挂北城门风干 木九熙挑眉 是薛元超对吗 嗯 北京人自己灭口 只有薛元超有这个剑术 除非他请了高手 但这剑头 确实北京皇家所有 所以几乎是百分百确定 薛元超既然在皇城 我们若是抓了他 会起战乱吗 木九熙谋底一片寒冷 会 也不会 莫尊四个字 让木九熙想骂人 一旦薛元超被我们抓住 他要活命 我们就可以提出不少要求 北京更不敢开战 但那些北京有野心的人 趁机把薛元超这个太子压下去 却是一个开战的好借口 恨不得我们杀了薛元超呢 莫尊继续解释一下 何况 薛元超实力高强 我们未必能活捉他 莫尊醋眉 木九熙点点头道 总有机会的 鹤峰不见了 可能被薛元超杀了 应该暂时不会 他需要情报 只会严刑拷打 莫尊一直担心这个问题 不过鹤火不会说的 黑龙军都受过这方面的训练 鹤火知道的不多吧 莫九熙想了想 唯一能说的就是黑龙军了 莫尊不至于否 因为谁都不敢保证的东西 九熙 你别怪你爹了 莫尊说道 你爹也不容易 莫九熙猛地瞪他 莫尊连忙道 你先别生气 你想想 你爹要亲手杀死一个二十年的枕边人 对他来说是多残忍 可能余生睡觉 都会想到这一幕的 莫九熙瞬间愣住 莫尊立刻又道 你爹是心软 不想陆维亚被折磨 这说明你爹是重情的 而他亲自动手 这说明他重义 重义本身就两难全 你站在你爹的位置上 为他想想 杀一个枕边人 比他战场上杀一万人 还会令他痛苦 也不是所有人都做得到 你想想白丞相 他关了庄青妹那么久 但他却是下不去手的 你爹其实也是 在给你和你娘交代啊 莫尊一下子说了很多 但他看木九熙呆滞的样子 应该是听进去了 回去吧 你爹不容易 刚才你太伤他心了 莫尊叹口气 想走过去抱抱他 但还是忍住了 你相信我爹不是奸细 木九熙突然看向莫尊问道 莫尊笑了出来道 你爹要是奸细 本王可能早谋朝篡位了 你还真敢说 木九熙被他逗笑 美好气地瞥了他一眼 莫尊见他笑了 顿时心里松口气 看来这个小丫头 是一点就通的 想明白其中的道理了 莫尊很欣慰 至少这女人 还有些地方像个正常 要不然 真的是无所不能的妖孽了 骑虎山那边 你怎么处理 木九熙又问道 你说了算 关于奸细的你来处理就是 本王今日处理贪官污吏 对了 我找到打造暗杀你的 那只剑的打铁铺了 哦 是谁去打造的 木九熙顿时兴奋起来 打铁匠说是一个女人 莫尊说话的声音 顿时变得无比的阴沉 毕竟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都震惊了 怎么会是一个女人 女人 木九熙心里咯噔一下 怎么会是女人 是别人派他去的吗 说是戴着白色帷帽 气质非常好 身高挨我一头 看身影是会武功的 而且出手极为阔绰 一共打造了十只这样的剑 莫尊把得到的消息都说出来 木九熙心惊胆战 随即猛地瞪眼道 难道是她 是谁 莫尊立刻询问道 新月阁的阿芷姑娘 木九熙促没想着 若是她的话 还真说得通 她喜欢霍云天 警告过 我不要和霍云天来往 昨日我邀请霍云天 在望月楼这么开心 估计她吃错了 其实我把这件事都给忘了 阿芷 不就是装病的那个吗 莫尊不懂道 对 心脏病 假的 她不过是想要跟着霍云天 让霍云天喜欢她才装病的 她武功若是有这么高 霍云天不知道 莫尊挑眉道 呵呵 你们男人有时候 是真的眼下心芒的 木九熙讽刺莫尊 被萧灵月也是弄不清楚 不要人身攻击 有时候确实是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莫尊一看她邪腻 鄙视她的眼神 就知道她在想什么 好借口 木九熙给她竖个大拇指 莫尊一愣 然后没憋住笑了出来 伸手摸摸她的脑袋道 啥都是你说的 哎呀 别摸头 我又不是小狗 木九熙立刻打开她的手 面色都有点发热 她堂堂暗夜女王 一直是摸别人的头 除了原主父亲 还没人摸过她的脑袋呢 这种感觉太怪异了 她很是别念 莫尊看她逃避可爱的样子 心情更愉快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 去试探一下 木九熙摸摸下巴道 不急 霍云天现在正在查着这件事 我想等她的结果看看 她查 哼 莫尊冷笑一声 你别阴阳怪气了 霍云天人不错的 木九熙站起来道 我回去了 今天还没去护部 明早我还要 去看吴恒和齐乐齐 图纸已经送去护部了 莫尊惊喜道 是关于什么的 水利工程和武器改造的 你回头自己去看看 木九熙说完就走 莫尊连忙追出去道 叶吴恒没事吧 应该问题不大 不过差点就段子绝孙了 卢维亚可真是阴毒 这么死了 真的太便宜她了 木九熙说起这个二娘 就气呼呼的了 但想到自己对 木天心说的话 又有点内疚 自己确实没站在 她的立场考虑 有点过分了 莫尊似乎想说什么 但憋红了脸都没问出来 只能在门口分道扬镳 疾风和黑龙军 互送木九熙回府 莫尊也就没送了 他直接就去了护部 想要看看木九熙 花了什么能强国的力气 木九熙回到府中 府内是静悄悄的 木博 木九熙对着老管家 木博善笑 大小剑 你怎么了 木博觉得 木九熙今晚回来 有点奇怪 木博 我爹回来后怎么样了 木九熙此刻心虚着呢 毕竟他总觉得 自己是对的 所以做啥都理直气壮的 但这一次 他被莫尊一教育 还真觉得自己过分了 木天心 那是多好的父亲 虽然是原主的父亲 但他是深深感受到 他的父爱的 而自己却气急后 说了伤透了他心的话 老爷一回来 就睡了 都没用膳 叶寒一直守着 对了 大小剑 老爷今日是怎么了 大夫人去看了一次 他都没见 木博也好奇到 木九熙嘴角抽出了几下刀 是我不好 把我爹骂了 啥 木博老眼珠子 都要吐出来了 木博 我错了 真错了 因为抓到了二娘 本来要严刑拷问的 结果我爹怕他受苦 直接把人杀了 我就觉得 我娘受了这么多年毒的折磨 他却死得干脆 这太便宜他了 木九熙扁扁嘴 木博一愣后 叹口气道 二夫人还一直对老爷和这个家无微不至 你爹怎么忍心他受苦 何况 你爹亲手杀二夫人 他心里必定比所有人都难受 木博 我现在明白了 我当时就是太生气 没想到这点 我现在就去认错 木九熙心想 怎么真的是旁观者亲吗 老爷没用膳 你正好给他端去 木博连忙说道 好 谢谢木博 木博老脸笑开花 这个大小姐 现在真的是懂事多了 也乖巧多了 还有礼貌多了 木九熙先去看了自己娘亲 给她下了针 让她好睡一点 然后保证母亲哄好父亲 端上香农的佛跳墙 木九熙来到父亲的房中 木天心没有在床上睡觉 而是靠在躺椅上 手中拿回什么 木九熙进去的时候 木天心连忙把东西藏好了 可木九熙什么眼神 立刻就看到了 是一个荷包 不过他也知道是二娘送给爹的 爹 听木博说 你没用碗膳 我刚去厨房端了佛跳墙 你快来吃 冷了就不好吃了 木九熙把碗放在桌子上 木天心显然对木九熙突然来了 有点惊讶 他自然心疼自己娘亲 要恨的 愣住干什么 我知道今天我脾气不好 我错了 向你道歉 你接受的话 就快点吃了 不接受的话 我明天再来 木九熙扁扁嘴道 木天心更愣梦了 但明白他的意思后 又有点哭笑不得 走过来坐下道 汐儿 爹知道 你的感受 是爹对不起你和你娘 行了行了 不说这个 都过去 我也明白你亲手杀二娘 也是下了很大勇气和决心的 也算给我娘报仇吧 我们扯平好了 你也不要想了 他毕竟是北京奸细 摄政王不怀疑 你是奸细就不错了 木九熙扁嘴道 老夫要是奸细 他摄政王 估计是皇帝了 木天心没好气道 木九熙一愣 想到末尊之前那句话 顿时笑出来了 爹 你和末尊其实挺有默契 他很相信你的 说若你是奸细 他早谋朝篡位了 他真这么说 木天心震惊道 千真万确 还有是他解释给我听 我才觉得自己态度恶恋 没为爹考虑 哦 木天心觉得有点意外 他啥时候 在乎别人家世了 第181章 见过得多了 木九熙好笑道 爹 我好歹帮了他那么多次 还救过他的狗命 能不对我们好点吗 哼 我看这小子是看上你了 希尔 爹跟你说 摄政王其实不适合你 以前爹觉得他够强 以后可以照顾你 但现在爹觉得 他不是适合的女婿 木天心立刻开始 给木九熙洗脑 还一边吃起了佛跳墙 好像真的忘了之前的事 木九熙也是一头黑线 自己爹的抗压能力 和解压能力 可比一般人强大太多了 为啥不适合了 之前还是爹说帮女儿提亲的呢 木九熙回想 原主虽然喜欢 墨尊那张冷军的脸 但也没说要嫁给他 毕竟那时候的大小姐 还喜欢去勾兰院听曲看戏 和小官们玩得不亦乐乎呢 可嗨嗨 那是爹没考虑周全 摄政王星高气啊 看不上你 只是爹一厢情愿而已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希尔你自己就这么厉害 爹不需要比你强的女婿 爹看六王爷和叶无恒都很不错 而且 他们对你都有情意 那才是重要的 木天心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木九熙苦笑道 爹 别说我现在不着急成亲 就算着急了 也得嫁我喜欢的男人吧 你不是挺喜欢他们两个吗 选一个就好 其实六王妃还是皇家人 爹看还是算了 不如选叶无恒啊 人长得好看 谦逊有礼还年轻有为 爹挺喜欢的 木天心眼睛发亮 那爹你娶吧 木九熙美好气道 你这孩子 木天心被木九熙打败了 你不喜欢叶无恒啊 不是不喜欢 我和她是朋友 兄弟 爹 我现在真没空谈情说爱啊 木九熙苦恼道 这样 要是我二十岁还没成亲 那你来选 女儿嫁就是 这几年就让我逍遥逍遥 多见识见识 不同的男人好不 或比三家才行啊 木九熙知道这个异式女人 十五六岁就成亲了 但她实在接受无能 不过二十岁成亲还是可以的 至于生孩子 那得看她心情 但现在最重要的是 搞定爹娘 不能逼婚啊 什么叫见识不同的男人 你遇到的男人 还不过多吗 皇城这些优秀的你 也都见识过了 木天心立刻说道 那还有其他国的啊 一共六国呢 我得多见识见识 木九熙立刻道 啥 你还要见识别国的男人 木天心差点把面前的佛跳墙都打翻了 你难道还要去周游列国 有何不可吗 等高云稳定 安居乐业的时候 我肯定要出去走走 看看六国风貌的 爹 你不是也去过西越和北京吗 为啥我不能去吗 爹那是打仗 而且也没过去多远 就是看看而已 再者 爹是男人 你是女人 怎么能出高云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你还让爹活不活了 木天心一想 一个女儿家在其他国 若出点事 真的是叫天天不英 叫弟弟不灵 女子的遭遇 可比男人可怕得多 他这个做爹的 想都不敢想的 爹啊 你这是什么老思想啊 你女儿我比大多数男人都厉害 你担心啥啊 高云很多细作分布其他五国呢 我比他们差不成 话不是这么说 反正爹会担心 你还是别出去 木天心立刻愁眉苦脸道 行行行 我们不说这个 你快吃吧 都要冷了 木九熙只能先哄着 爹 二娘真的什么都没说吗 木九熙想来想去 还是问出这句话来 木天心手中勺子一愣 老脸有点忧伤 摇摇头道 他就是让我给他的痛快 说是各位其主 实在没有办法 说对不起你娘和我 让我照顾好珍珠和阳春 说话间 木天心的声音 又开始沙哑了 算他说了句人话 木九熙叹口气 好了 爹 你也别难过了 娘亲可担心你了 木天心点点头 随即木九熙就回院子去了 夜晚 木九熙开始练习 凤凰鱼飞的第二部分 有了第一部分打下的基础 他上手很快 能感觉自己的内力 越来越醇厚 收发自如 不过 要想越台阶 那可不是短时间能完成的 他也知道 只能是天天练 才会后继薄发 他虽然急 但也知道急没用 就开始凝神定气下来 一夜无话 一日一早 木九熙就去了祈府 看望夜无恒 也是很感动的 九熙 你这么早 夜无恒眼眸温和带笑道 苍白的脸 一点也掩盖不住他的俊雅 嗯 来看看你 昨夜可有发烧 木九熙问一边的太医 夜大人年轻体健 昨夜并未发烧 那就好 你感觉怎么样 木九熙总算放心 好多了 谢谢你 夜无恒微笑道 只是想到 是木九熙帮他拔飞刀 和缝合伤口 他心里就骚得慌 我该谢谢你才对 抓到了二娘和小胡子 虽然两人都死了 但也算是完成一件心事 都死了 夜无恒震惊道 他只听到小胡子被案件灭口 怎么陆维亚也死了 木九熙叹息着 把自己爹的事情说了一遍 夜无恒都不知道说啥好了 真的是万万没想到 九熙 我可以搬回大理寺养伤吗 夜无恒不想住在祈福 什么都不方便 可以 回头让叶寒他们 小心点护送你回去 但你记住不能逞强 伤口位置 对你可是至关重要 不能再伤一次 木九熙挑眉道 夜无恒瞬间俊脸仗红 木九熙这是怕他以后不能人道了吗 好了 没什么难为情的 我是大夫 见过的多了 木九熙站起来 我去看看齐了齐 这女人伤了喉咙 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 木九熙转身走了 夜无恒呆愣了两久 才回过神来 他说什么 见过的多了 谁来告诉他 他还是个女人吗 太医看看夜无恒 老脸抽了下道 叶大人 你别多想 大夫救命要紧 关键时候 看谁都一样的 可可嗨 夜无恒被自己的口水呛着了 怎么能一样 他的能一样吗 第182章 有年轻男子 木九熙来到齐了齐的房中 齐了齐还没有醒 脖子被缠了好几圈 太医和他走出门口后摇摇头 不能说话了对吗 木九熙猝眉问道 太医点点头道 说话应该是无望了 伤口还是很严重 昨夜高热不断 也是罪有应得 救火就好 等他醒来 让齐大人好好问问 让他写下来 木九熙交代道 对齐了齐他 可是一点不同情了 齐大人还在早朝 没有遇到 木九熙离开后 就纵马前往金峰河边 吉峰看木九熙美丽的容颜上 有着哀愁 问道 大小剑 你是不是担心贺风 能不担心吗 木九熙叹口气 若是他欲不测 我必会给他讨回公道 他眼眸里闪烁着阴冷的立光 带着一丝暗色残酷 金峰河两边 都算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方 毕竟有河就有船 有船就有货物流通 就会有码头 码头周围自然连带一大片生意 最繁华的 要属金峰河的新龙码头了 这是金峰河最大的码头 河面在这里也特别宽 一边流向窄一点的皇城内部 一边则是越来越宽 河道也是弯弯曲曲 流向东方 经过北境国和东城国 流入大海 木九熙觉得 北境太子 很可能就是从水路来的 当然北境人不熟悉水性 更喜欢马背上见真章 所以 来往会走北城门 一路往北的通商官道 是最为常见和方便的 木九熙此刻骑在马上 看着新龙码头边靠岸的大船 搬运货物的工人很多 一个个汗流加倍的 货物也是各式各样的 吉峰去船务司问问 这片大船 有哪几只是一直停着没走的 查一个月内的 木九熙想了一下后 对吉峰说道 吉峰顿时领命而去 木九熙四周眺望 总觉得这片地方如此繁荣 人流这么大 没北境间隙怎么可能 虽然黄城寺一直四处搜查找人 但一般要有心躲起来 混迹在商人 工人之中 要想抓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木九熙想着 河风商铺连接码头 货物也走北境 那在这里新龙码头 应该会有接应的大船 黄城寺是没查到可疑 但木九熙确定肯定有 只是隐藏在哪里的问题 突然 木九熙感觉 全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 似乎被人盯住了一样 让他猛地转头过去 木九熙是骑马在河边的 一边是河 也就是码头这边 大马路对面 则是一长排木楼 是座仓库之用 中间还夹杂着几家茶寺 给木九熙的感觉 是其中一个仓库的二楼 只是等他转头过去的时候 看到的是二楼上的 一扇窗户打开着 没有人意 但木九熙很相信自己的直觉 刚才那窗户里有人的 而且正在紧盯着他 一般来说 普通人看他一眼 他不会有这种 敏锐到起鸡皮疙瘩的感受 只有一种人 那就是认识他 且对他有很重感情的 不管是敌人还是朋友 是好还是坏 木光是带着极大的感情意识 才会让他立刻感知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看来这地方 果然是隐藏着高手 会不会是北京太子宣元超呢 木九熙现在倒是希望 他能设他一件 疾风已经到了这边的船务司 出示了他的摄政王府的 令牌盘问 结果让疾风很失望 没有一艘船在河边 停留超过一个月的 最长的也就是十多天 来来往往 从不停歇 说是冬季北京和冬城 需要的物品多了 所以船只休息的时间都不多 疾风回来对木九熙摇头之后 木九熙道 走 去对面看看 说着就带头 走向对面的仓库 这边的仓库都是很高很大 全部是有二楼 二楼是谈生意的地方 吉祥仓库就是木九熙的目标 因为刚才那道目光 就是吉祥二楼来的 他带着疾风 直接走了进去 两位 你们不能随便进来 一个小二见木九熙气势汹汹而来 立刻上来阻止 放肆 这是木大小剑 叫你掌柜出来 疾风立刻一声 让小二吓得面色苍白 又看了一眼冷若冰霜的木九熙 连忙掉头朝着二楼而去 木九熙环顾四周 全是货物和上下货的工人 这些工人很多没见过木大小剑 此刻见这么好看 又英姿飒爽的美人 一个个都惊艳地 眼珠子都下来了 二楼发出咚咚咚的声音 一个中年男子 慌慌张张地跑下来 直接来到木九熙面前 就扑通一下跪下了 你这是干什么 本小姐这么可怕 还是你做了什么亏心事 木九熙声音冷冰冰地说道 中年男子顿时下出一头汗水击道 木大小姐威名远播 贱民不敢放肆 起来说话 木九熙立声道 随机人就开始走来走去 看来看去 你这里的货物走哪里的 回木大小姐 是走北境和东城 和风商铺是 从你这边进出货物吗 木九熙跳跃很快 啊 和风商铺 哦 被封的那家 有北境奸细的那家 他们喜欢四处拿货 这边的几个仓库都走过货 掌柜汗水更多了 是不是用袖子擦擦汗水 最近可有见过什么可疑的人 或者说 有没有长得特别好看的年轻男子 木九熙这句话 让掌柜古怪地看看木九熙 木九熙估计她心里在想 木大小姐果然是个花痴 喜欢看美男子 木大小姐 这地方龙蛇混杂 大多男人都是干体力活 粗光脸黑的 在下也没见什么特别好看的年轻男子 撒谎 木九熙瞬间眼眸眯起 本小姐刚才看到你二楼窗户 就有一个年轻男子 你居然敢撒谎 疾风 把人拖回黄城厮严加审问 疾风瞬间上前一步 把掌柜直接压在了地上 冤枉啊 木大小姐 冤枉 掌柜被木九熙突如其来的脾气 吓得差点尿裤子了 你以为本小姐眼瞎吗 再给你一次机会 老实交代 不然你就在黄城厮行房里养老吧 木九熙露出残忍的冷笑 掌柜顿时急地哭泣起来 木大小姐真的冤枉 刚才在二楼的 只有在下一人啊 就你一人 你确定 木九熙走过去 疾风放开掌柜 木九熙猛地一脚朝掌柜踢了出去 第183章 好一个扯平 掌柜被木九熙一脚踢翻在地 倒退了两米 一口鲜血从嘴里吐了出来 他惨叫一声 恐惧地看向木九熙 有工人怒气冲冲 外围也涌进来不少人 有的想上来帮掌柜 但被其他人拉住了 毕竟疾风手中拔出了剑 一双眼睛犀利地扫一周 一个人都不敢动了 木大小姐是不是太过分了 外围开始议论起来 掌柜人很好的 他到底要干什么 怎么找男人找到这里来了 哪里有什么年轻好看的男人 你别说 还真有一个 戴黑色帽帽的 不过这几天不见人影啊 也不知道是不是离开了 哦 你说是马少爷吗 他没离开 昨日我还看到他在那边茶寺用碗扇 马少爷应该是这个码头最好看的人 戴着帽帽 你们也看到 码头风大 我也是偶尔看到 惊鸿一片 公子无双啊 嗯 确实好看 主要气度也好 站在我们这帮人里 简直贺利基群 想不认识都难 木大小姐 难道是来找马少爷的 木九西耳朵里已经听了一圈 嘴角慢慢地勾起来 看着地上很慌张地看着他的掌柜 二楼突然响起了脚步声 木九西抬头看向楼梯口 那人似乎很稳重 走路很慢 一步步低下楼梯来 先看到下来的人的脚 是一双黑色的长靴 然后一双腿还挺长的 然后是身体 还算不错 但偏瘦 最后才看到了脸 是一位三十左右的男子 长相中等 但算是清秀类型 腰间的腰带很华丽 挂着一块白玉佩 气质高贵 像有身份地位的有钱人 木九西眼睛一眯 没想到走出来这么一位 他还以为把轩辕超逼出来了 掌柜顿时爬了起来 哭泣道 木大小姐饶命 这位是小的大客户关少爷 关少爷 这位是明满皇城的木大小姐 木大将军的嫡女木九西 关少爷 木九西挑眉 此人给他感觉第一眼有点强势 但似乎又有点淡薄 面色也有点白 给人并公子的感觉 在下关鹤州 东城人士 见过木大小姐 关鹤州声音很清朗 对木九西抱拳道 东城 木九西很意外 真的是没想到来抓北境奸细 结果遇到个东城国商人 是的 在下是东城做丝绸残桑 和贵国已经有十几年生意来往了 关鹤州说道 木九西眯起眼睛看向掌柜道 既然是做生意的 你为何隐瞒不说 之前说二楼只有你一人 掌柜顿时尴尬无比道 木大小姐 在下是不想惹麻烦 是吗 不想惹麻烦 我看你是想多惹点麻烦吧 木九西稀利道 本来本小姐会觉得正常 但现在嘛 关少爷自己出来 反而让本小姐觉得不正常 关鹤州一愣道 木大小姐这话什么意思 在下可不是北京奸细 那你是东城奸细吗 木九西淡淡地问道 关鹤州猛地面色大变 立刻恼怒道 木大小姐 东城和高云一直交好 这罪名 关某实不敢当 我们关家在东城 也是商骨妄门 断然不会做如此之事 那你会武功吗 木九西问话直接两档 关鹤州面部 微微抖动了一下后道 关某从小经商在外 自然是会点防身之术的 若你在本小姐手下走三招 本小姐就算你说的是实话 木九西猛得出拳头 直接砸向关鹤州 关鹤州只觉进风扑面 顿时脚下一措避开 身影侧转 木九西直接又横扫过去 关鹤州嘴里怒喝一声 人只能往下倒去避开 但反转速度很快 后腿蹬出 攻向木九西 木九西推开三步 没有再进攻 木大小姐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东城商人好欺负吗 关鹤州一拍袍子 气得不轻 木九西嘴角一勾道 我只是想确定一下 之前在二楼偷看我的 是不是你关少爷 关鹤州一愣 随即点头道 不错 正是在下 木九西点点头道 现在我相信了 不过就想问问关少爷 用那么犀利的目光 看本大小姐 是什么缘故 关鹤州顿时咳嗽起来道 因为最近木大小姐太出名 到处都在谈论 你和西越国的擅长比赛 精彩绝伦 在下也是好奇 木大小姐是什么样的人 所以多看了一眼 是吗 我还以为你喜欢我呢 看得那么用力 木九西挑眉 随即转身对疾风道 放了他吧 关鹤州错愣 随即一张脸抽出了几下 木大小姐 果然是放荡不羁的女子 但有一点让他心惊肉战 这个木大小姐的敏锐 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掌柜被放了 立刻道谢 虽然他受了伤 但他故意隐瞒 这就是惩罚 他们说的马少爷是谁 木九西等掌柜 把人都赶走之后问道 此刻木九西已经上了二楼 疾风跟在身边 一脸不爽的关鹤州 也上了二楼 掌柜端了茶水上来 木九西让他坐下后 就开始问了 马上人 做人生枸杞那些补品的 他可背着弓箭 木九西喝口茶问道 掌柜立刻摇头道 没有 就是喜欢戴黑色帽帽 黑色长袍 帽帽好像怕被女人缠上才戴的 木九西挑眉 木九西立刻露出鄙视之色道 木大小姐收集的美男子 还不够吗 木九西转头看他道 关少爷 力气别太重 我奉命捉拿北境奸细 你这么面生 还武功高强 不怀疑 你我怀疑谁呢 关鹤州被他的借口震撼到了 那木大小姐 是不是太没头绪 是要一个个怀疑过去了 这边各国的商队可不少 呵呵 可叫你偷看我 被我发现了呀 木九西挑眉 关鹤州瞬间被打败 其实他当时是惊艳到了 一身酱红色的净装 长发呈马尾 随风飞扬 一根紫红色的发簪 特别点睛 加上木九西漂亮美艳 又大气的俏脸 都会忍不住多看一眼的 盯得仅是因为木九西 还有一股让他很震惊的气质 那绝对不是什么大小姐该有的 更像是上过沙场的将军才有的 就是比逆天下的气势 在下也是久闻大名 想着一睹风采 关鹤州咳嗽一下说道 现在我知道了 之前不知道 所以你也别太在意 所谓不打不相识吗 你偷看我 我为难你一下 也算扯平不是吗 木九西挑挑眉 好一个扯平 关鹤州都有点哭笑不得了 看来木大小姐还能说会道 牙尖嘴利啊 第184章 找到了贺峰 木九西点点头 端起茶杯对着他敬了一下 关鹤州看着这张美丽又嚣张地撬脸 也实在不能不给面子 最近黄成斯追捕了很多北境奸血 你们都知道了吧 北城门还挂出了尸体 木九西淡定地说道 掌柜立刻点头惶恐道 大小姐 我们这里都是正经的生意人 都有通关文碟 检查也非常严格的 你以为要不严格 北京人还能进来做生意 木九西给他一个白眼 各国都是细作 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但危害大了 那就不得不打击一下 摄政王被暗杀是官体大 北京人是必须要负点责任的 不给他们的颜色看看 是以为我们高云好欺负不成 是是是 木大小姐说的是 这件事确实太可恶 摄政王是我们高云的保护神 那些奸细确实该死 掌柜立刻说道 觉悟不错 你们要知道 一旦高云战乱或者内乱 最可怜的就是高云老百姓 你们也没生意做 所以啊 发现什么可疑的人 一定要记得上报 是是是 掌柜立刻点头 陈掌柜 你也有点功夫吗 木九西见他受了伤 还一样从容 显然也是练家子 不该瞒木大小姐 小的府上是武师出生 所以都会点拳脚功夫 老实说 要没点拳脚功夫 也不敢走通关生意 掌柜善笑起来 木九西点点头 突然看向官和周道 官少爷认识马少爷吗 官和周一愣后摇头道 不认识 但也听到了马少爷的传闻 确实也想见见 到底是如何俊美 才会要戴帽帽 陈掌柜 马少爷现在人在哪里 木九西直接问道 啊 这 这在下真不知道 马少爷神出鬼没的 他住哪里 货船是哪艘 和谁家做生意 木九西一连三问 掌柜又额头出汗了 马少爷住哪里 在下真不知道 货船进进出出 在下也没注意 不过他其中一家生意 是和齐府的永昌仓库合作的 齐府 永昌仓库 是齐乐齐的吧 木九西眼睛猛的一亮 终于有点好消息了 是的 不过前些时间 乐齐小姐出事了 说她是北境奸细什么的 就没见过人了 马少爷应该和他们的 菜师爷联系吧 在下也不是很清楚 木九西站起来道 多谢告知 那我就先告辞了 官少爷 有空可以来木府做作 我对东城还是很向往的 官和周挑眉 随即刻套了几句 目送木九西和疾风走开 这木大小姐不得了 官和周等木九西走远后 轻轻地说了一句 陈掌柜汗手苦笑道 这女人太吓人了 听说北城门的尸体 还是她让人挂的 你真不知道 马少爷在哪里 官和周问道 陈掌柜立刻低声道 马少爷也不是什么善茶 我可不敢得罪 说点大家知道的就好 你倒是聪明 官和周鄙视了陈掌柜一眼 叫人去通风报信一下 送她个人情 是 陈掌柜立刻就跑了 官和周站在窗户前 看着骑在马上 去另一边永昌仓库的木九西 眼眸里暗光闪烁 木九西在永昌仓库门口下马 看着比吉祥仓库生意差了不少 心里冷哼一声 骑了骑有这么大的生意 却要做北境奸血 到底怎么想的 希望今日骑虎山 能问出一些有用的信息来 死人了 死人了 突然前方不远处的河边 有人大叫起来 木九西刚要走向永昌仓库大门 一听到叫声 立刻飞跃而起 朝着河边而去 疾风连忙跟上 马都扔给了仓库前的工人 还活着 有人又大叫起来 很多工人都涌向河边 木九西大叫让开 力气又大 很快就冲到了河边 河面上有个人仰天扶着 眼睛半开 鼻青眼肿的 似乎完全没力气了 河风 木九西几乎是牙子欲裂 下一秒 人已经直接飞出去 跳进了河里 大小剑 疾风也跟着跳进水里 他都吓死了 但同时内心的感动是喷泊而出 大小剑居然自己亲自跳河救人 这么多人在呢 他随便吆喝一声就有人会救的 但他根本想都没想 第一时间就跳了出去 木九西拼命游了几下 到了赫风面前 直接用手探鼻息 发现真的还有气 顿时惊喜万分 疾风也下来了 河边的工人 立刻拿竹竿绳子帮忙 两人把赫风弄上岸 才发现赫风虽然活着 但几乎像死了一样 一动不动 目光呆滞 但木九西可以肯定的是 他被人扔下河不久 凭着一点意念浮在水面上 木九西浑身湿透 来不及自己用内力烘干衣服 就跪在赫风面前 立刻查看他的身体 随即拿出银针 先封住了他的心脉 大家都围着了一个圈 只这一幕 觉得木九西下针非常快 传物寺的人立刻过来 直接清场 一个官员拿来一件外套给疾风 疾风立刻披在了木九西的身上 木九西似乎没注意这些 很认真地位赫火下针 直到赫火突然身体震动起来 随即猛地倒吸一口气 神石归位一样 清醒了过来 赫风 木九西瞬间激动了 眼眶里都有了热气 差点以为这赫风没救了 赫风目光有了焦距 就看到木九西那张美丽的脸 双目里的热气和担忧 让他更加清醒了 赫风 你没事吧 疾风握住了他的胳膊叫唤道 赫风看看他 又看看木九西 随即脸上露出一抹恐惧之色 身体都颤抖起来 赫风 没事了 没事了 你先别说话 好好休息 我们回头再说 木九西温柔地对赫风说完 就立刻叫人 把赫风抬上了木板车 搁上衣服 然后直接带着人前往黄城寺 疾风也是激动的 没想到今早来这边 真的找到了赫风 多亏大小姐心系 他们这些兄弟啊 木九西眼中一片冰冷 他知道 赫风受了非人的虐待 要不然 一个黑龙军 是不会有那种恐惧的目光的 第185章 他不方便说 木九西知道这个新龙码头 只怕猫腻多着呢 但他现在必须前往黄城寺 一是为赫风的伤 二是他想知道 赫风到底发生了什么 一回到黄城寺 周遥看到赫风的样子 也是很震惊 随即再次派出去一队人 前往新龙码头 再次仔细搜查 必须找出蛛丝马迹来 木九西给赫风又试真了好几次 发现赫风时不时就恍惚 好像受到了精神上的刺激 而且 耳朵里有点血迹 不会是龙了吧 但他身上没有重伤 这也很奇怪 晚上的时候 赫风醒过来看着木九西 疾风和流火 而摄政王末尊 也收到消息赶来了 赫风 你醒了 感觉好点没 木九西温和道 先把这药汤喝了 提提精神 我放了蜜枣 不苦的 赫风乖乖地喝了下去 然后疾风又帮他靠舒服一点 爷 赫风看向墨尊 虚弱地叫了一声 活着就好 墨尊走过来一闲 你慢慢说 不急 多谢大小姐 赫风又看向木九西 我多谢谢你努力活着 要不然 我得内就一辈子 木九西苦思地笑了一下 心想 还好不是笼子 疾风立刻点头道 我们还以为 你遇害了 是木大小姐一直要走河边找你 没想到真的找到你了 流火都激动地流下泪来道 当时我就不该让你去的 一个人太危险了 那个家伙实力太高强 我都追丢了 是我没想周到 赫风 对不起 不管你的事 是我自己要跟的 赫风摇了摇脑袋道 似乎想要甩开点什么似的 那你可记得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会在河里 木九西开始问经过了 赫风沉默了一下后道 其实属下也不清楚 跟着那家伙也跟丢了 之后被人后面偷袭 直接打晕了 等我醒过来的时候 头上是戴着黑头套的 什么都看不见 只闻到血腥味和腐烂的味道 木九西几人都面面相去 什么地方会有血腥味和腐烂味 后来我听到人的脚步声 我就被揍了几下 疯了穴道 但不严重 不知道过来多久 有个男人进来了 但没有说话 但从他的脚步声和呼吸声 我感觉是一个男人 赫风面色开始变了 眸中又开始露出了恐惧的光芒 他手中好像拿着两件铁东西 开始在我耳边相互摩擦 不停地在戳我的脑子 让我恶心想吐 但怎么都杜绝不了 赫风说着 身体都发抖起来 我不知道这种声音维持了多久 直到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也不知道他问了什么 我迷迷糊糊地说了一些 可我记不起来了 只记得那个男生像太监 好像变了声 很阴沉 很可怕 赫风说着 眼泪就下来 木九西立刻就明白了 这种折磨的方式 居然像现代的音阀 就是让人一直处在那种 牙酸的声音之中 让人慢慢地崩溃 这比任何酷刑都难受 但时间会比较长 和光伐差不多 不需要肉体受折磨 而是让人的意识一点点地崩溃 脑子里就想着摆脱掉这种折磨 赫风 这是阴法 你已经挺过去了 没事了 木九西连忙安慰他 怪不得他要摇头 应该脑子里觉得 还有那种声音 他是想要甩掉那摩擦声 莫尊看了他木九西 随即道 那你可记得 你怎么掉进水里的 赫风立刻抬眸道 暗道 有个暗道 是有人把我拖进了暗道里 然后扯掉我的头罩就推出去 我往下大约不到一米 就进入水中 水流把我冲出去 我拼命让自己扶起来 一时越来越模糊 后来就不知道了 暗道里推出去 往下一米就是水 木九西立刻抓住了信息 赫风点头道 是的 一片漆黑的暗道 虽然属下被带着头罩 但之前还是有点亮光的 但那个地方一点光芒都没有 然后被人一推 我就进入了水中 下水道 木九西猛的眼睛一缩道 地下水沟 莫尊几乎同时开口 下水道就是地下水沟或者水道 腐烂血腥味应该是死于耗子那些 木九西立刻分析起来 码头那边地下很多排水通道的 下雨天河水会涨 所以地下水道会向各条河流排水 莫尊说道 看来是有人利用了这个 让我们忽视的地方 他的黑毛里闪过立光 随即对疾风道 疾风 你带一队黑龙军去新龙码头 暗中搜查四周的地下水道 注意安全 疾风领命而去 木九西安抚一下赫风 让流火留下来陪他 他和莫尊走出黄城寺 我送你回去 莫尊可不敢放他一个人回木府 嗯 木九西点头 不过刚想上马 就听到马蹄声朝这边来 一袭红影飘舞 让暗夜增添一抹妖娆 霍大哥 木九西看到 是霍云天来了 九西 可找到你了 霍云天看到木九西 立刻露出倾城笑容 莫尊则从本来的柔和 一下子变得冷冰冰 恢复了标准的棺材脸 这家伙真的阴魂不散了 霍大哥一直找我 木九西惊讶道 先去了木府 说你去祈福了 结果都扑空了 好在运气还好 这里碰上了 霍大哥辛苦了 是找到放案件的人了 木九西大眼睛明亮道 霍云天摇摇头道 是另外一件事 你不是让我安排见个人吗 说着他看了一下墨尊 木九西立刻知道 他说的是四王爷 哦 什么时候 就是今晚 霍云天笑道 你现在有时间过去吗 墨尊顿时沉声道 汐儿 你要去见谁 木九西顿时有点尴尬 毕竟不想让墨尊知道 自己在怀疑四王爷 想要拿到一点证据 再有说服力一些 我想九西暂时 还不方便说这个人 霍云天对这么墨尊说道 难道能对你说 不能对本王说 墨尊俊脸直接变黑 目光犀利 而带着警告盯着木九西 只要木九西说 一个不是 墨尊觉得 他会被气到 直接就掐死他 第186章 墨尊没风度 木九西面色尴尬 看着墨尊想要杀他的目光 善笑道 我怕说出来你会生气 今晚我先去看看 明日我再告诉你详细的事情 如何 木九西 墨尊立刻被气得火冒三丈 他居然相信霍云天 多过相信他 摄政王 九西也是为你好 你是不是也应该给他一点尊重 霍云天淡淡地说道 只是那小表情 怎么都有点傲娇的样子 你找死 墨尊猛地一脚 对着霍云天踢了出去 霍云天立刻整个人 犹如红色大鸟一般 往后飞退腾空 随即衣袖猛地扇出来 破空之声在空中交汇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霍云天被逼退了十米 两男对立都是末发飞舞 双眸里浮上暗夜之色 墨尊 木九西真的头痛 墨尊这男人 就是一言不合就动手 真的没见过脾气这么差的男人 你居然相信他 不相信本王 墨尊一手 又对着木九西的脖子掐来 卧槽 木九西猛地一个弯腰 避开墨尊的手 但墨尊已经料到他这招了 顿时一脚勾他而来 墨九西那叫气 直接手臂就狠狠地朝着他的脚砸去 墨尊想到 他手臂上有铁皮 这一砸痛的还是他 立刻收脚 但整个人就扑上来 要捆住木九西 墨尊 你可真没风度 霍云天被激怒 直接飞射而来 一拳头对着墨尊的俊脸砸过来 九西 你让开 随即霍云天的内力 立刻激荡开来 而墨尊放弃木九西 猛地转身 对着霍云天的拳头 也是一拳砸了出来 碰 的一声 空气一阵气浪 犹如气弹一般 朝四面八方席卷而出 木九西的脸上 顿时像刀割一样生疼 头发直接被打散 衣服都飞舞起来 好像遭受了暴风 但最可恶的是 大家的马都受惊了 顿时斯明起来 直接乱跑 这要不立刻抓住 就可能冲出街道 去撞击老百姓的 阿玛 木九西惊叫一声 瞬间飞了起来 朝着自己的那匹马跃去 墨尊和霍云天一拳相击 墨尊居然一步没退 而霍云天退了半步 这一刻 霍云天内心无比的震惊 一双狭长的丹凤眼 也凳成了同龄一般 只是来不及去想 墨尊的实力居然恐怖如斯 就听到木九西的惊呼 两个男人立刻飞跃 去拉自己的马 然后再次回到了黄成斯门口 而本来黄成斯的守卫们 都被吓到躲在门口偷看 两个爵士美男 为木大小姐打起来了呢 不过还是摄政王厉害一点 那个妖孽一样的阴柔阁主 他们不喜欢 木大小姐还是配摄政王好点 大家都是高云人 只是摄政王 你早知现在吃醋吃成这样 何必当初一定要退婚呢 这脸自己打得都啪啪响了 墨尊 你先回去 现在没时间了 我明天会跟你解释 木九西气得七窍声烟 怒对墨尊说道 霍大哥 我们走 说完他一拍马屁股 就快速而去 霍云天眯着眼睛看了墨尊一眼 随即冷哼一声 拍马跟着木九西而去 墨尊骑在马上 看着两人一前一后离开 他好像一个局外人似的 气得他掉转了马头 一脚对着皇城司门口的石狮子 就是猛地踹出 碰 的一声 巨大的石狮子 直接被墨尊踢爆了 随即墨尊骑马反方向走了 留下一片狼藉和灰尘 门后的侍卫 看到眼前的场景 都被惊得掉下巴 快 快去通知周大人 摄政王太厉害了 这脾气真的太差了 我看摄政王是吃错 肯定是吃错 吃错的男人果然可怕 当周要被拉出来 看到两只石狮子碎了一只 周要实在不敢相信 墨尊是被气到什么程度 才会做出如此不靠谱 又幼稚的事情 门卫立刻说了一遍事情的经过 穆大小姐 周要突然呵呵地笑了 看来我们摄政王 这次长子要毁清了呀 没事没事 本官明日 向太后要食狮子的费用 这边 穆九熙和霍云天 来到了京城最大的青楼红秀阁 和懒居楼一样出名 而且 这两处都是四王爷墨一休的产业 两人并没有到正门口 而是在旁边的巷子里下马 摄政王果然名不虚传 霍云天一路还在想墨尊的实力 没想到墨尊内力的身后程度 会胜他一筹 之前交手两人都没用出权力 但这次 他几乎用了九层的力量 但看墨尊如此轻松接下来 比他身后不说 也许还有所保留 一直以为墨尊在战场上是无往不利 没想到他个人的实力 也是如此出色 那么他上次到底是怎么遭遇暗杀 还差点没命呢 这种实力 对付北京的那些细作 难得还能弄得这么狼狈吗 不得不说 霍云天的脑子和墨九夕一样好转 只要一点不对劲 他们都会推测到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墨尊内力确实深厚 在内力方面 我根本不是他对手 墨九夕扁扁嘴 想到墨尊只要用多点内力 他就直接被他强势牵住 动弹不得 想想就来气 自己一定要更加努力 修炼凤凰鱼妃才行 我也没想到他内力深厚成这样 霍云天露出苦笑 看来本作还得刻苦一点才行 不然以后在他面前 都没有嚣张的本钱了 他会更加有安全感 虽然霍云天是他朋友 只是这种感觉很微妙 霍大哥 你别妄自菲薄 这天下有几个墨尊啊 别太较真 活着累 我们尽力而为 就是 墨九夕很是洒脱一笑 但内心可要强得很 霍云天怎么听着 有点哭笑不得 对了 墨尊查到那个银箭头的打铁匠了 说是一个女人去打造的 还打了十只这种银箭头 女人 霍云天有点不敢相信 什么样女人 你认识吗 听说戴着白色帷帽 气质高贵 出手很阔绰 墨九夕说道 这种女人还是武功极高的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得罪这种人了 霍大哥 不会是你的爱慕者吧 第187章 红袖阁客人 霍云天愣猛了一下 看着墨九夕那探究的目光 突然哑然是笑道 九夕 你是不是怀疑谁了 我怀疑是阿芷小姐 墨九夕直截了当 比起对墨尊说四王爷 墨九夕对霍云天说 阿芷就没有什么担心 毕竟霍云天现在也知道 阿芷多多少少是在欺骗他 霍云天面色俐变 吃惊道 你怀疑阿芷 阿芷可没那么高的武功 那一剑的力量和速度 很强 他的武功远比你想得厉害 当然也许你不相信 但我就告诉你 他的并受他的武功控制 而且 他的内功心法与众不同 我总觉得 有点古怪和邪恶 墨九夕继续看着他道 阿芷有杀我动机 因为他警告过我 让我离你远点 那日你受我邀请 他毕竟是跟出来看到了 所以才会武后杀我 霍云天没心促得越来越紧 随即摇头道 不可能是他的 就算你推算对 他有动机 但他的剑 应该是早就准备好的 难道之前 他就想杀你不成 在我去新月阁的第一天 我半夜 就被一个女杀手拦路 差点就丢了性命 不过当时我没有怀牙指 墨九夕淡淡地说道 霍云天还是摇头 完全不相信 那日你回去 他可有什么不同 墨九夕问道 霍云天错了一下道 那日回去 我和他一起用得完善 他气色不错 跟我又提了 去西月的事情 我说我不陪他去了 他就有点脾气 最后不花而散 有没有提到我 墨九夕挑眉 霍云天有点心虚地 看看墨九夕那双犀利的双眼 随即点头 墨九夕挑眉道 霍大哥 我不能确定 但怀疑的种子 已经在心上种下来了 也是给你一个调查的方向 当然不一定是他 只是你也可以留意一下 毕竟你们男人 在对身边的女人的时候 眼睛总是瞎的 说完他往前走了 霍云天被墨九夕 突然的一句说猛了 你是说墨尊眼睛也是瞎的 霍云天道 随即哈哈笑起来 对 他退婚 确实是瞎的 这只是其中之一 他对三王妃萧灵月 那才是真眼瞎 你绝对想不到 萧灵月也是会武功的 墨九夕挑眉 是不是和你很香 萧灵月可是爱慕墨尊 很久很久了 墨尊因为一些原因 也对他一直很照顾 他也是处处针对我了 说给墨尊听 这狗男人还不信 霍云天被他翻白眼的 表情逗笑了 九夕 我会好好查一下阿芷的 你说的没错 他确实喜欢我 我还以为他是烟的妹妹 两人算是亲人 相互有个依靠 哪里想到 他不是这么想的 霍云天说到这里 深深叹口气 你自己小心便 女人要坏起来 绝对让你想象不到 我还怕她被你识破之后 把你绑了做压寨夫君了 墨九夕笑起来 霍云天眼睛都瞪大了 不敢想象这种事 阿芷一直温柔淡然 怎么都不像是墨九夕说的 但他了解墨九夕 墨九夕是不屑骗他的 好了 你自己看着办 现在你说说 今晚怎么见四王爷 墨九夕怂怂肩笑道 九夕 我发现你很舍得伤害我 不舍得伤害墨尊啊 霍云天转念问道 墨九夕立刻明白他想什么 清脆地笑起来道 你的脾气比那个狗男人好多了 而且你讲道理 我喜欢和讲道理的人 分享我的想法 很荣幸 霍云天瞬间心里喜悦开来 好像某种意义上来说 确实是因为他对他的相信 今晚四王爷给皇城的达官贵人 附加商豪挑选了一些 年轻漂亮的异国清官 看重价高者得 霍云天开始说正事 墨九夕一愣道 四王爷居然还搞这种事情 这不是送人入各大朝官府邸吗 墨九夕眼睛都眯起来了 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霍云天挑眉道 各国都有这种地方 也都这样做的 那真的有点心思的人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墨九夕冷笑一声 我们就这样进去 当然不是 这样进去 我们一个看不到 跟我来 先换身衣服 我是借了朋友的名号 带你进去 霍云天拿出一张琴帖来 这还是秘密玄美 墨九夕看着豪华烫金字的琴帖 惊讶道 那是自然 这又不是什么光彩事 若府中有正妻的 指不定就多了一个强宠爱的妾室 若大张旗鼓 能有几人能出来 霍云天好笑 那就真要看看 眼界了 哪些男人这么即可了 墨九夕讽刺道 霍云天早安排好了 带墨九夕去后面的一个院子里 让木九夕女扮男装 戴了米色的围帽 而霍云天自己也戴上了黑色的围帽 这次变身完 你吃一颗 两个时辰那是男生 会霍云天给木九夕一颗药丸子 木九夕接过来后直接吞下 霍云天嘴角微微勾起道 你还真的是相信我 知己好友 以心相交 木九夕轻笑一声 霍云天顿时心头一记 九夕 能结交你这样的知己好友 是我霍云天的福气 那先说好 任何时候 我们都不要成为敌人 意见不合 杆子朝上爬了 好 一言为定 霍云天和木九夕击掌为盟 好 坐嫖客去 木九夕哈哈一笑 大摇大摆地走在前面 霍云天差点脚下摔倒 这什么虎狼之词 有自己称自己是嫖客吗 九夕 后门 走后门 霍云天把往正门走的木九夕拉回来 木九夕压一声 连忙掉头 两人鬼鬼祟祟地往后门而去 后门其实很大 也是挂着红灯笼 今晚走后门的还人多 好几辆马车停在门口 木九夕一看那些刚下马车的人 眼珠子一瞪 好家伙 居然看到熟人了 第188章 暴毙而死的 木九夕看到的熟人 居然是丞相大人白清典 是他的白伯父啊 心想 难道白伯父这么快就想通了 还是说白伯父就喜欢这种活动 毕竟庄亲妹就是青楼出生的 好在他此刻戴着白色帷帽 白色面杀下他也是男人的装扮 加上他行为粗鲁 声音改变 是肯定没人能认出 他是木九夕的 因为看到白清典 木九夕就兴趣更浓 然后他又看到了户部的顾大人 之前还被北境奸细暗杀 不过没成功 导致扯出了金贝的事情 还有好几位朝廷官员 大家也都相互认识 还寒暄起来 不过也有一些人和他们一样 是戴着帷帽的 唐少爷 这位是 门口的奴才 看了霍云天的请帖之前 看向木九夕 这是我兄弟 你叫九少就行 霍云天说道 好好好 唐少爷 九少爷请 奴才拿了霍云天的一定银子 立刻眉开眼笑 走进内院 不是前往红秀楼的前厅 而是在后院的一个单独的院子里 里面厅中分成左右两排 都放着上好的韭菜 中间铺上了红毯子 灯火通明 布置得很有心思 半个钟后 院门直接关上 和外面隔绝了一半 木九夕看了一圈 左右两排都有前后两层 共计二十人 但有些人带了朋友 是坐在一个几岸前的 所以差不多有三十位嫖客了 霍云天和木九夕 自然是一个几岸 在右边第二排的中间位置 左边是一位戴维帽的中年男子 肚子挺大的 像有钱人 右边是一位一看就好色的公子哥 摇着扇子 自认风流倜傥的那种 对面大多数是朝官 白丞相自然是最牛逼一位 其他的木九夕 都看到一些熟悉的面孔 六部的侍郎 副官啥的 此刻 大家穿着都是便服 脸上都是笑容 一个个真的很像是 只会吃喝嫖赌的人 哪里有一丝朝官的威仪 四周还有奴婢和奴才伺候了 没进入正题之前 私逐生生 寒暄打招呼 很热闹的样子 你们说这次来的是什么货色呢 听说有一位来自巫国的姑娘呢 在下也听说了 巫国女子美艳动人 必须要来看看 西月 东晨 南京都有 不过这次没有北京女子 只要好看 你管她哪里人 哪里都有美人和丑女的 也对也对 其实灯一吹 谁知道没丑呢 哈哈 王老板真会说话 要如此算 就不需要来这里了 四王爷可是花了心思 为了满足大家 从各国收集来的美人呢 四王爷真是有我们心啊 老夫今晚怎么都要抱一个回去 钱老爷 你不怕你家母老虎了 管他干什么 让他守着大宅就是 美人自然要金屋藏娇的 嘿嘿 瞬间一帮男人都猥琐地笑起来 霍云天和穆九夕端起酒杯碰了一下 堂兄 今日有巫国美人 可有兴趣 穆九夕声音很是粗狂 让他都很无语 这变声单 还要不要更粗糙点 霍云天顿时咳嗽起来 沙哑着嗓子道 九少对巫国美人感兴趣 本少爷对美人多感兴趣 就不知道能不能出得起价 穆九夕杂巴下嘴道 九少若是兴趣 在下送九少一美人也可 霍云天调侃穆九夕 此话当真 那弟弟我就确实不恭哦 买个美人在身边 赏心悦目都是好的 嘿嘿 穆九夕的话 让霍云天立刻战败 这女人已经不把他自己当女人了 突然 里面响起了拍手的声音 随即一个身穿华丽锦袍 头戴玉冠的男子走了出来 一张英俊的脸扬起笑容 一双黑眸温和 暗光点点 看上去亲切和气 同时 有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贵气 举手投足之间 都有上位者的风范 参见四王爷 大家看到四王爷末一修出来 顿时纷纷起身行礼 诸位不必客气 今晚只谈风月 不谈其他 本王知道 诸位喜欢美人 特意叫人从各国收集一些美人 让大家见赏 年纪最小十五 最大十九 全部都是身世清白 干干净净的清官 哈哈 四王爷真懂我们的心啊 有人立刻拍马屁起来 大家一片欢腾 慕九夕从四王爷一出来就看着他 这张脸和末尊有着很大的不同 虽然同样英俊 可末尊五官立体的多 最重要的是 气息完全相反 四王爷面相 其实和六王爷末元卿 还稍微像一点 皇家子嗣 基因都不会差的 不过四王爷的母妃身份地位 却不及其他王爷了 听说是太上皇早年 初功赴大臣夜宴的时候 宠幸了大臣府中的一位奴婢 皇上因为打了也识 而这个奴婢也会讨皇上开心 后皇上让人给他造了一个假身份 变成了大臣的远方表妹 入宫为妃 之后产下四王爷 被赐封为铜妃 在四王爷十岁那年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暴毙 让四王爷失去母妃支持 没有了争夺权势的资格 好在四王爷自己聪明伶俐 不与其他皇子争 反而走了经商意图 倒是保全了他自己 还得到了太上皇的喜爱 成年后在宫外开府 做个闲散王爷 也和其他皇家兄弟相处不错 听说四王爷还是茶艺大师 对各位兄弟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就算送东西 区别都上下不大 真正的会审时夺势 左右逢源之人 慕九熙其实并不知道 四王爷的身世这么复杂 等霍云天低下慢慢告诉他听之后 慕九熙内心是震惊的 同时也震惊霍云天这家伙 真的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高云皇家秘星 他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慕九熙心想 四王爷是不是因为他母妃的事情 才不愿意和宫中多走动呢 就是自然而来想到这点上来 诸位那接下去 我们就来看看各国美人吧 每位美人身上都有数字牌 和最低价码 大人们看中了写下数字 和愿意出的价格 价高者就可今晚报得美人归 本王在这里就预祝各位 今晚在京洞房啊 哈哈 第189章 这位像阿指 所有人的目光 都朝着四王爷旁边的通道看 就见一个戴着面纱 穿着鹅黄色长裙的女子 从红地毯上缓缓走来 身材娇小玲珑 但却是该大的大 小蛮腰不婴一卧 看上去就像个柔弱美人 第一号姑娘叫露露 是东城美人 哪位也喜欢 尽管开价啊 四王爷后面 走出一个老宝样的美妇 穆九熙眼睛一眯 这不是懒菊楼的红姐吗 怎么来这里当拍卖师了 这业务能力还真不错 穆九熙一看 露露腰间一个牌子 上面写着黄金一千两 卧槽 这里买一个美人这么贵啊 可比懒菊楼和青楼的小官姑娘们 贵得太多了 不过物以稀为贵 人家是东城美人 长途拔舍而来 车马费 吃喝拉撒都得分 四王爷果然是做生意的好手 快把面纱摘了 一千两黄金啊 得看看这张小脸值不值 有人起哄道 穆九熙看向对面那些朝官 好多确实是老眼放光 只是白青点 一副兴趣缺缺的样子 自顾自喝酒 不过有庄青妹那种大美人做夫人过 白丞相确实看不上一般女子了 露露慢慢地把面纱拉了下来 一张瓜子小脸露了出来 微微一笑很迷人 娇羞中带着一丝可爱 果然是玲珑娇俏形 让男人会生起保护欲 唐少 这位露露姑娘如何 穆九熙开始都霍云天了 霍云天哑然是笑道 东城美人也是名不虚传 不知道可有才艺加持 此话一出 大家都纷纷表示也想问 露露姑娘琴棋书画 唱曲舞技都会 诸位也可以随便测试 红姐笑道 穆九熙也看到 一边摆放着各种才艺的道具 会不会武功啊 这么漂亮的美人出去 被人抢走可得不偿失啊 穆九熙立刻粗糙着嗓子问道 七少 这就有点为难了 露露姑娘不会武艺 不过没关系 后面有姑娘是会武艺的 红姐立刻笑道 那就好 本少爷可不想白来 银子带够就怕没菜啊 穆九熙一个玩笑 让大家都哈哈大笑 但很多人 看向穆九熙和霍云天两个 带着微帽的年轻人 都纷纷猜测 是哪家的顽固少爷 这位七少爷稍安勿躁 菜是一定有的啊 红姐连忙拉回话题 露露 不如你跳一舞 让爷们都上上头 是 红姐 露露立刻盈盈扶身 然后就直接跳了起来 那弯腰扭屁股的动作 顿时让很多男人都目露狼光 看来这些美人四王爷 都调教过呀 穆九熙低声对霍云天说道 要不这样 哪里能这么高价 培养出来花不少心思的 霍云天微笑道 听着不买一个回去 很吃亏 穆九熙立刻赞同地点点头 但她到底在赞同谁 谁都不知道 你可悠着点 霍云天立刻说道 很快 露露姑娘的下注结束了 穆九熙还是看到很多人 提起笔写下了数目 但她和霍云天显然没兴趣 接下去是第二个 第三个 每一个都很漂亮 很有韵味 成熟点 青涩点 可爱的都有 而且每个人都是被调教得很乖巧 才一棒身 穆九熙心想 四王爷若是有心 这些女人进去朝光后院之中 她就等于掌握了整个高云的后院 这强大的情报网才真的吓人 只是四王爷真的这么做吗 这些女人真的都是听四王爷话的吗 她需要真凭实据 但就算没有 她直觉这种买卖就很有问题 四王爷这么多生意 需要自己亲自来照顾这些 摆明也是和高管富贵人打好交道 接下去 这位是六号可可小姐 夕月美人 三千两黄金 红姐笑道 七少爷 可可小姐是有武功的 可以和七少耍花抢傲 大家顿时哄堂大笑 看向穆九熙这边 真的吗 快快快 面纱摘掉看看 穆九熙见可可小姐一戏红装 个子高挑修长 身材也非常火辣 确实一眼就像模特类型 面纱慢慢摘下 等一张脸出现的时候 穆九熙愣住了 霍云天也愣住了 因为这张脸 居然和阿智小姐有六分相像 胶中带妹太不说 还有着一股独特的冷清高贵质感 可以说 第一眼完全看不出 是会走这条路的姑娘 怎么会 霍云天手中的杯子 都喷得一声捏碎了 哎呀 唐少 你见喜欢的美人 也不用这么激动啊 诸位 看笑话了 看笑话了 穆九熙连忙打圆场 毕竟所有人都很惊讶地 看向他们这一桌 这美人真的特别 让男人很想驯服 旁边的大肚子男人 哈哈大笑起来 在下也要报价格了 哈哈 瞬间大家都热烈地议论起来 实在这个 可可确实让人都眼前一亮 是出场的六人中 最出色的一位了 武功多高啊 来 接 穆九熙猛地把一个橘子 直接飞射而出 对着 就是可可小姐 可可小姐伸出手来 直接一抓 橘子就被她抓住了 好 大家顿时鼓掌起来 可可目光盯着穆九熙 很想看看 围帽下是怎么样一张脸 白丞相 有没有兴趣 坐在白青点旁边的四王爷 突然对白青点询问道 确实是个有物 可惜老夫买不起 这么多人都想要呢 白青点苦笑一下 听闻丞相大人最近心情不好 本王也想白大人开心起来 这才是我们高云的福气 若白大人真喜欢可可 本王把人送给白大人就是 啊 这 使不得使不得 白丞相立刻白首 四王爷 你什么意思 本少爷也看中这位可可美人了 你怎么能送丞相大人呢 这里不是朝堂 驾高者得不是吗 穆九熙顿时对了过去 这一下全场都有点尴尬了 毕竟四王爷和白丞相 哪一个是他们都得罪不起的 这七少爷有点意思 不过怕是每次误人了 这位少爷说得对 驾高者得 四王爷的好意 老夫心领了 我们还是不破坏规矩了 白青点立刻对穆九熙这边 笑着抱抱拳 然后拍了拍四王爷的肩膀 莫一秀的目光朝着穆九熙看来 可惜微貌之下什么都看不到 但穆九熙却看到 四王爷心情似乎不太好了